第261章,乾隆饮水 三叔唉声叹气,一个人在那里骂骂咧咧,抱怨自己最近真是摔神附体,不管做啥事都倒霉透顶 老爸带着三叔走进卫生间,老爸在里面冲了半个小时的热水澡才出来 三叔在里面足足待了一个小时,老爸找了套干净的衣服给三叔换上 老妈原本准备帮三叔把他的衣服拿去洗一洗 三叔心头恼火,直接把他那一身昂贵的衣服扔掉了 三叔说,不要了,上面都是屎尿,晦气得很 老爸让老妈炒了两个小菜,摆上花生米,拿着三叔重新坐下,喝两杯暖暖身子 大冬天的掉进粪池里,确实挺冷的 三叔抬起膀子,自个儿在那里闻来闻去,总觉得自己身上的屎味没有冲干净 老爸笑着说,老弟啊,屎是黄金呢,想开一点 你这是掉进黄金堆里了,明年一定发大财 三叔撇撇嘴,哥,你真会安慰人 我把酒杯递到三叔面前,让三叔喝一口 三叔接过酒杯,一杯白酒,一口就喝了下去 重重把酒杯往桌上一放,一脸郁闷地说 妈的,最近太没了,再这样下去,估计得有雪光之灾了 赶明儿我去看看祖坟,是不是祖坟出了问题 老爸听三叔说,要看祖坟,就跟他说 反正陈儿都放假了,要不明天让陈儿帮你去看看吧 老爸也是心好,想着三叔是自家人,所以让我帮帮忙 三叔有些诧异地看了看我,不等三叔开口 老爸又说,怎么? 不放心?你去这附近村子打听打听 我家陈儿的本事可大着呢 老爸提起我,满脸的骄傲 三叔拍着大腿说,成 自家侄子,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既然大侄子有这个本事 那明天便麻烦大侄子跟我走一趟了 顿了顿,三叔又扭头对我说 大侄子,好好整 事成之后,三叔绝对少不了你的好处 我笑了笑,推辞道 三叔,都是自家人,严重了 我帮个忙便是,不用给钱的 我对三叔的印象比较好 出手大方,有钱了回农村 也不装逼摆架子,为人也挺亲和的 三叔正色道 该给的,我一定给 这一行的规矩,还是懂的 必须给理钱,这是冲洗 要不然,晦气和梅运会缠上你的 我点点头,也没再推辞 三叔是个明白人 我们这个行当,确实有这个规矩 想到明天要帮三叔看祖坟 我也就早早回屋睡觉 养足精神 第二天,我早早起了床 洗漱干净 吃过早饭 就跟随三叔去看祖坟 我跟着三叔来到隔壁村 他们的祖坟在村子的后山上 天气不错 太阳晒得我们暖哄哄的 三叔的酒精还没过 就跟大烟鬼似的一个劲打着喝歉 远远的就看见半山腰的位置 矗立着一座高大的墓碑 这座墓碑显得相当豪气 跟周围那些低矮破烂的墓碑 形成鲜明对比 纯粹是鹤立鸡群 墓碑又高又大 目测有三米多宽 打造成一个古宅的造型 能够看见上面的门盒窗 非常气派 三叔指着半山腰上的墓碑告诉我 说那座最高最大的墓碑 就是他们家的祖坟 里面埋着杨太公 我心中暗暗则舌 不愧是有钱人家 连墓碑都打造得这么奢华 我长这么大 还从见过这么豪气的墓碑 来到杨太公的坟墓前面 近距离打量这块墓碑 相当霸气 绝对是十里八村最豪华的墓碑 三叔略显骄傲地说 怎么样 霸气吧 这座墓碑是三年前 我花大价钱 请工匠重新打造的 自从立了这块墓碑以后 太公可能很高兴 一直都在保佑我 所以 这两三年的生意 做得顺风顺水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今年突然就变得无比倒霉 所以我想着来祖坟看看 是不是祖坟出了什么问题 中国人讲究风水 尤其是下葬选址 是非常有考究的 如果葬得好 那就能庇护子孙后代 如果葬得不好 段子绝孙都有可能 我站在墓碑前面 按照惯例 首先观察阳太公这座坟墓的风水 这座坟墓三面环山 而且三面的山峰都是绿意盎然 郁郁葱葱 并不是那种光秃秃的荒山 正面更好 没有任何东西阻挡 非常空旷 从正面看出去 能够看见一条河 从墓碑的正前方 潺潺流过 我心中微微移动 以我目前所掌握的知识 来判断 杨家祖坟的风水位置 应该是非常好的 三面青山环绕 没有一点 拜市正面小河流淌 寓意着裁员滚滚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是一个乾隆饮水的风水极雪 老祖宗安葬在这样的风水极雪里面 后人绝对是大富大贵啊 三叔问我怎么样 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我摇摇头 跟他实话实说 我说 这座祖坟的风水非常好 是乾隆饮水的风水极雪 后人只要踏踏实实 勤勤恳恳 发财不是什么难事 三叔点点头 很是欣慰 他说 当初选坟地的时候 专门花大价钱 请了个阴宅风水师 这个位置 就是那个风水师选的 风水师保证三叔他们 能够发大财 后来三叔他们果真发了财 还专门去感谢了那个风水师 三叔挠着脑袋 困惑地说 奇怪了 既然祖坟的风水这么好 为什么我突然这么倒霉 这座祖坟 真的没有问题 其实我的心里 也正在琢磨这件事情 杨家祖坟的风水 明明这么好 三叔为什么会碰上 这么多倒霉事情 而且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三叔之前的运势都很不错 就是最近一年的时间 运势才突然急转而下 变得如此倒霉 三叔这种游胜之衰的情况 我能想到的 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 祖坟的风水被改变了 所以 运势也就从好变成了坏 风水一门博大精深 积雪可能会因为外界因素的影响 由积变胸而胸穴 也可以在高人的布置之下 由胸改积 比如 一棵树倒在坟头 或者一块滚落的山石挡在坟前 都可能改变原本的积雪 想到这里 我决定绕着祖坟好好检查一番 肯定有什么地方被遗漏了 第262章 黄泉湖 这一次 我睁大眼睛 耐着性子 绕着杨家祖坟 慢慢走了一圈 我猫着腰 观察得很仔细 一双眼珠子 几乎要贴在地面上 可以说是寸土寸草地摸索过去 生怕遗漏了什么细节 坟墓四周很干净 杂草都被清理了 还散落着一些冥币 风一吹 那些冥币就哗啦啦地漫天飞舞 三叔跟我说 他前几天回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来上过坟 清理了杂草 把祖坟打扫得干干净净 以为老祖宗会保佑他 让他转运 没想到上坟以后更倒霉 居然直接掉份坑了 在我的认真搜寻之下 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我在墓碑后面的一块基石下方 找到了一个小洞 洞口有差不多拳头大小 黑曲曲的 上面覆盖着一层细细的沙土 不仔细看 确实很难发现 这个洞就在墓碑的后面 对于祖坟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此洞一开 意味着祖坟里的风水急运 统统从坟墓里面泄露出去了 而外面一些不好的晦气 又通过这个小洞 倒关进祖坟里面 改变了祖坟里的风水运势 难怪三叔会变得这么倒霉 三叔气得破口大骂 也顾不上这是在老祖宗面前 他把脑子里能够想到的脏话 全部狂飙了一遍 照这种骂法 感觉杨太公都会被他骂活过来 三叔瞪红了眼睛 面露凶狠之色 恨声说道 老子要是知道 是谁在背后动手脚 非把他弄死不可 坟墓上面 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这样一个洞 所以三叔认为 有人跟他们杨家过意不去 故意在背后 用这种阴险的手段搞他们 我没有着急下定论 而是蹲在洞口 仔细看了看 很快便发现沙土里面 夹杂着几颗小小的黑色粪便 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孩子 对这种粪便非常熟悉 一眼便认出来 这是几颗老鼠屎 再看看这个洞的大小 我的心中已然有了计较 我让三叔先消消火 然后指着地上的老鼠屎跟他说 应该不是有人要搞你们 这个洞像是个老鼠洞 你看 这图里面还有老鼠屎呢 三叔睁大眼睛 也不嫌脏 一把抓起地上的老鼠屎 气得脸色铁青 破口大骂 这哪里来的山耗子 野畜生 居然在老子杨家祖坟上刨了个洞 真他妈的 三叔气得浑身哆嗦 却又无可奈何 这栋是老鼠挖出来的 属于天灾 他找谁拾气去 只能自己默认倒霉 我问三叔 当初在修墓的时候 有没有在坟墓四周 撒一些蛆虫粉和耗子药 三叔说有啊 还说每年上坟的时候 他们都会撒一道药粉 就是怕蚁虫老鼠之类的东西 破坏坟墓 三叔插腰骂道 妈的 这老鼠一点都不怕老鼠药 老子该不是买到假药了吧 农村的山上多蚁虫 多山耗子 这些山耗子 喜欢打洞猪窝 坟墓变成了他们的天然窝点 他们只需要打个洞 就能钻进坟墓里面 冬暖夏凉 又能抵御天敌 好不快活 虽然修墓的时候 都是用那种很坚硬的混凝土 或者花缸石 但是老鼠的牙齿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金刚钻 不管是混凝土 还是花缸岩 就算是厚厚的铁皮 经过老鼠天长日久的啃咬 也能给你咬出一个洞来 阳太公的这座坟墓 修得又大又漂亮 被老鼠盯上 也是情理之中 哪怕是老鼠 它也喜欢住在高端大气上 荡刺的地方 三叔担忧地说 这些老鼠在坟墓里面住窝 我很担心太公的尸骨呀 它们连坟墓都打穿了 里面的棺材 只怕也早就被它们打穿了吧 老鼠本就喜欢吃腐臭腐烂的东西 三叔的担忧也不无道理 如果坟墓里面真的有老鼠窝 只怕太公的尸骨 早就被这些老鼠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三叔愤愤地说 回去我就找工匠 把这个洞丢堵上 可能没有这么容易解决 我说 三叔扭头问我 大侄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回答三叔 而是去灌木丛里 找来一根长长的枯枝 把上面的枝丫削掉以后 变成了一根棍子 然后我把棍子从洞口递了下去 三叔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站在旁边好奇地看着我 片刻以后 我把棍子抽出来 就看见棍子的前端 沾染着褐黄色的稀泥 还在往下躺着泥浆水 不等三叔开口 我便直接对他说 这个坟 要不得了 啥 三叔大吃一惊 你说这个坟不能要了 为什么 我把棍子递到三叔面前 让他看 问他看见了什么 三叔说 看见了水 还有稀泥 我点点头 一脸正色地问他 墓穴下面都已经浸了水了 下面全是稀泥 说不定棺材都已经泡烂了 这个坟还能要吗 我这么一说 三叔这才反应过来 一下子变了脸色 作为农村人 三叔也知道 坟墓进水是大忌 对死人是非常不利的 这是要触眉头的 难怪他这一年如此倒霉 原来杨家祖坟都被水泡烂了 他自己没有出大事 都已经算是谢天谢地了 我告诉三叔 一旦天降大雨 那雨水就会顺着这个老鼠洞 倒灌进墓穴里面 同时 雨水还会夹杂着很多的泥土 以及脏东西 变成赫黄色的泥浆水 源源不断地注入墓穴 墓穴下面没有排水系统 天长日久 那些泥浆水 就泡在墓穴里面 棺材可能都已经泡成了 朽木杨太公的尸骨 就泡在这样肮脏的泥浆水里 他还能庇护保佑子孙后代吗 原本好好的一个 乾隆营水的风水集穴 却变成了一个黄泉湖的 风水凶穴 风水穴上 将灌入坟墓的泥浆水 称作黄泉水 正所谓黄泉水 穿门过 眉头一个接一个 黄泉水倒灌墓穴 穿木而过 这是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这座坟墓就算是彻底毁了 根本不能继续买骨 否则后患无穷 第263章 千坟 听闻我的讲述 三叔脸色苍白 一个劲地擦着脸上的冷汗 问我现在 应该怎么办 三叔之前多多少少 还是有些质疑我的业务水平 但是经过刚才我的讲解以后 三叔现在 对我幸福不已 把我当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拉着我 让我帮他想办法 并且 三叔还小只 以情动之以礼 他说 大侄子 咱们都是杨家的人 都是一个老祖宗 我的祖宗 也就是你的祖宗 所以这事儿你 一定得放在心上 三叔是个生意人 反正还是那句话 只要事情办妥当了 三叔少不了 给你包个大红包 我摸着下巴 绕着坟墓走了一圈 质地有声地说 千坟 千坟 在农村 千坟可不是一件小事 而是一件惊动全家人的大事 因为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 一般来说 埋入土了以后 基本上不会再去动土了 否则会被视为对老祖宗的大不敬 三叔惊讶地看着我 真要千坟 我点点头 斩钉截铁地说 千 这坟必须得千 不是我诅咒你 这坟要是不千 一年之内 你的生意就得完蛋 而且 还会有各种疾病随之而来 我这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这毕竟是我三叔 我跟他说的都是大实话 不是那种江湖术士 为了片钱所编造的鬼话 三叔皱起眉头 有些设不得这个风水极穴 他说 这个风水穴这么好 就这样放弃了 会不会太可惜了 而且 千坟很麻烦的 要不我们就在这个园址上 重新修一座坟墓如何 我摇了摇头 很认真的对三叔说 这个风水穴 已经不再是极穴了 风水穴被黄泉水破坏 早已改变了运势 就算你在原址上 重新修建坟墓 被破坏的风水穴 也不可更改了 你看你是愿意 杨太公重新换个新家呢 还是继续住在这个黄泉湖里面 三叔沉吟了一下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用力点了点头 好 就按照你说的 千坟 这关系到子孙后代的事情 马虎不得 就算再麻烦 这坟也得欠 然后三叔看着我 大侄子 千坟这件事情 就全权拜托你了 我点点头 没有拒绝 虽然我之前从未帮人牵过坟 但是跟着酷穴子那么几年 没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跑再说了 我现在是堂堂正正的福咒门弟子 千坟这种小事情都办不好 那岂不是辱没了福咒门的名声 而且 千坟这个建议 是我提出来的 这个活我要是不接着干下去 三叔还以为我在撂担子呢 我跟三叔说 等我回去看看老皇历 选个良辰吉日 再来千坟 并且 在千坟之前 还有很多的准备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选择新的风水宝地 如果不选好新坟的位置 那肯定是不能贸然千坟的 要不然把杨太公的尸骨挖出来以后 难道还让杨太公在外面等着啊 三叔让我跟他回家一趟 和他家里人说说千坟的事情 对于一个家族来说 千坟是件大事 不是三叔一个人就能拍板决定的 所以 三叔还得回去征求全家人的意见 我跟着三叔回到家里 现在正好临近年关 家里的兄弟姐妹都在 三叔立即把所有人召集到家里 紧急召开家庭座谈会 三叔家里一共有三兄弟 我分别叫他们杨大叔 杨二叔 以及杨三叔 此外 还有他们的媳妇孩子 以及孙子 反正有二十来号人 把屋子挤得满满的 三叔先让我把祖坟的情况说了一遍 我讲得很详细 让他们了解乾隆营水 是怎样变成黄泉湖的 大家都听得很认真 当他们听说祖坟进了水 杨太公的棺材 都有可能被泡烂的消息以后 一个个脸色大变 坐立不安 那几个媳妇 更是唉声叹气 直说怪不得今年这么倒霉 原来真的是祖坟出现了问题 三婶就问我 准备怎么处理祖坟的事情 我还没有回答 三叔就抢先插嘴道 千坟 只有千坟 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一听说千坟 屋子里就跟炸开了锅似的 你一句我一句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有表示支持的 也有表示担忧的 杨大叔问三叔 三弟 想好了吗 真的要千坟 三叔说 大哥 这坟必须得千 太公每时每刻都泡在黄泉水里 你觉得它会舒服吗 杨二叔点点头 附和道 确实 既然风水学都被毁坏了 那千坟肯定是唯一的选择 我同意 毕竟 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事情 咱们不能嫌麻烦 杨大叔猝起眉头 千坟是件大事 咱们给去找个厉害的大师傅 我一听杨大叔这话 心里就不太高兴 感情我处在这里 你把我当木头了不成 当着我的面说 去找别的大师傅 这是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 三叔听杨大叔这么说 赶紧把我拉过去 说 我已经跟大侄子说好了 千坟这件事情 由他全权负责 杨大叔明显不太信任我 眉头一挑 带着一种轻蔑的口吻说 他 小孩子佳佳 哪里懂得这些 千坟可是一件大事 容不得半点马虎 更不是玩过佳佳 我本来心里就不舒服 一听这话 心里更不爽 我冷笑两声 硬生生地回怼道 我不懂 你们祖坟出了问题 都是我看出来的 千坟的建议 也是我提出来的 你觉得 我是在玩过佳佳 杨二叔 听我口气声音 知道我是生气了 赶紧出来打圆场 他说 大侄子这话说的也没错 既然他能看出 祖坟出了问题 那么 千坟这件事情 他自然也有能力搞定 我赞成三弟的意见 千坟这件事 就交给大侄子去办吧 杨二叔都已经 再给杨大叔台阶下了 没想到那个杨大叔 是个老顽固 依然不肯松口 硬邦邦地说 不行 千坟这么大的事情 万一出了问题 他能负责吗 你们怎么跟老祖宗交代 第264章 调金钟 说实话 杨太公要不要签坟 真的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如果不是看在三叔的面子上 我都懒得来勘坟 既然看出了问题 那我肯定要把问题讲出来 当然 问题已经讲出来了 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是他们杨家人自己的事情 别搞得我好像稀罕接手这笔生意似的 其实我最不喜欢跟亲戚之间 有业务来往 要是出了什么茶子 反而把关系闹得很僵 我看了杨大叔一眼 也没有多说 对着杨大叔 冷冷撂下一句话 不出三日 你必定会有血光之灾 说完这话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 我头也不回地走出屋子 几秒钟后 杨大叔气得摔碎了茶钟 在屋子里破口大骂 说我诅咒他 天地良心 我真没有诅咒他 我是刚才看了他的面相 才判断出他有血光之灾的 说到底 我是在好心提醒他 但是他却认为我看他不顺眼 在咒骂他 那个杨大叔的印堂 隐隐透着一股黑气 并且瞳孔里面也有一丝黑气 这是死亡之气笼罩 象征着血光之灾 我前脚刚走出屋子 三叔后脚便跟了出来 三叔是很支持我 也是很信任我的 我知道 他是站在我这边的 三叔知道 我生气了 拉着我 宽慰道 大侄子 大过年的别上火 千坟这事交给你办 我已经决定了 至于你大叔那边 你别搭理他 他就是那样的脾性 老顽固 三叔一边安慰我 一边递给我一支烟 还主动帮我点上火 我平时很少抽烟 此时正在气头上 于是接过香烟 用力吸了几口 心里灯时感觉气顺了许多 三叔就跟我说 大侄子 你大叔这人 说话确实不好听 就跟毛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 你别往心里去 说到底 他到底也是你大叔 你是晚辈 刚刚 你咒骂他又血光之灾 稍稍有点过了 我吐了个烟圈 一脸正色地对三叔说 我没有咒骂杨大叔的意思 只是我刚才 看见他的面相 隐隐透露出血光之灾的征兆 所以 我其实是在好心提醒他 最近这几天 你多盯着他 尽量不让他出门 三叔惊讶地张了张嘴巴 真有血光之灾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是让三叔先去镇上 打一口新的棺材 然后我也趁着这几天的时间 在附近山头上到处看看 帮杨太公 重新选一处风水集选 三叔握着我的手 连声表示感谢 从三叔家里出来 已经是傍晚 我也没有闲着 抬头看了看四周 寻了座最高的山头爬上去 所谓站得高看得远 我必须爬到最高点 眺望四周 才能看出附近的风水 我一个人 也没有停留 一口气爬上山头 此时 已是夕阳西下 一轮红日 斜挂山头 摇摇欲坠 把天际染成瑰丽的飞红色 山风徐来 浮动我的头发 登高望远 心胸开阔 心里的那口闷气 也渐渐消散了 站在山头上俯瞰四周 美景尽收眼底 可以看见起伏的山巒 就像长龙 蜿蜒至远方 可以看见村子里的农田 千莫相通 如同棋盘 还可以看见鸟鸟升起的吹烟 跟各色的小洋楼 组合成一幅宁静祥和的画卷 此时此刻 我的灵台一片空明 灵魂置身在苍穹之下 让夕阳的余晖慢慢净滑 我深吸一口气 急目远眺 开始静下心来 观察村子四面的风水 看了约莫一炷香的功夫 就在我脖子都快酸软的时候 突然眼前一亮 此时 夕阳只剩下一缕金光 就像一只金色的穿云剑 刺破苍穹 正好设在两点钟方向的 一处山坳之中 我的心头突突跳个不停 眼睛死死盯着那处山坳 把山坳的位置 牢牢记在脑海里面 我很高兴 没想到运气这么好 仅仅用了半个下午的时间 就帮阳太公 重新找到了一处风水积雪 这一夜 我也没有回家 更不想去三叔他们家 干脆就在山头上过了一夜 山头上虽然很冷 但是景色却很迷人 到了半夜的时候 阴晕的雾气升起来 天地间变得朦朦胧胧的 遮住了星光 整个星空变得更加梦幻 我也不敢入睡 怕着凉 面前生着一堆篝火 冻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就爬起来锻炼身体 白天的时间总感觉过得飞快 而长夜却总感觉慢慢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我熄灭篝火 抖了抖衣领上的寒霜 快步往山下走去 昨天的那处山坳位置 我已经牢牢记在脑海里 也没费什么力气 很快就找到了那座山头 站在山脚下 橘木仰望 但见这座山头 形似一口大钟 古代的那种大铜钟 我一直守到傍晚 当最后一缕夕阳刺破苍穹的时候 那缕金色的光 正好就涉落在山头上 把这口大铜钟 硬染成了金色 经过一天一夜的实地勘察 此时我终于可以确认 面前这座山头 绝对是一处风水极雪 风水学里 这样的风水布局 名曰吊金钟 是一处上等的极雪 可遇而不可求 相比杨太公之前的乾隆饮水 毫不夸张地说 吊金钟 这个风水学 还要更加吉利一点 如果是帮陌生人看风水 我可能都没有这么上心 虽然昨天我很生气 但我气的 也只是杨大叔而已 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也跟杨太公没有关系 就像三叔所说 我们都是一个老祖宗 传承下来的 只能说 后代有了很多分支 但我们的血脉都是一样的 而且 我们这两个分支的关系 也一直不错 杨太公也算是我的祖宗 给自己的祖宗千分 我肯定还是很上心的 不能有半点马虎 更不能有半点差池 杨太公 要是在阴曹地府过得好 肯定也会保佑我的 我这也算是给他尽孝 我把三叔叫来 跟他说了这个 吊金钟的事情 三叔听了非常高兴 连声称赞我 说我辛苦了 硬要请我去吃酒 就在这时候 杨大叔的孙子 跑来找到三叔 带着哭腔说 三爷 快去看看吧 我爷 他 出事了 第265章 赔礼道歉 杨大叔出事了 我叹了口气 看来血光之灾 还是应验了 三叔跟着杨大叔的孙子 往回走 紧张地问杨大叔 到底出了什么事 从杨大叔孙子的口中得知 杨大叔并没有听从这几天 不要出门的忠告 反而一个人去镇上采购年货 结果在买猪肉的时候 可能跟猪肉贩子言语上起了冲突 被猪肉贩子 抄起案板上的杀猪刀 一刀扎在大腿上 流了很多血 被送到县医院急救去了 三叔让我先回家 然后忧心忡忡地开着车 赶往县医院 杨太公的祖坟 看来已经变成凶学了 杨家人接二连三地出意外 这都跟祖坟风水的变化有关 千坟对于杨家人来说 应该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回到家里 老爸问我 三叔他们家祖坟的事情 我如实跟老爸讲了一遍 也把杨大叔发生血光之灾的事情 讲给老爸听 老爸听得连连摇头 无不惋惜地说 前几年你三叔他们混得风生水起 都是老祖宗庇护 没想到祖坟出了问题 搞出这么多事情 诚儿啊 那个杨老大说话确实不好听 但你是晚辈 能忍的就忍了 大家都是一家人 千坟的事情 还是好好帮他们办妥了 我点点头 说这个道理我 还是懂的 让老爸放心 老妈正好端菜走过来 听见我们的对话 把盘子重重往桌上一放 不约到 一家人 人家什么时候 把你当成过一家人 头几年他养老大 搞工程的时候 让你去当个包工头 他都不肯 要是那时候 他随便起个好心 我们家哪里 还是现在这种样子 哼 你那几个堂兄弟里面 也就看着老三会事儿一点 老妈说的这个事情 我都有点印象 头几年我还比较小的时候 杨大叔就已经再搞工程了 大大小小的工程都有 做工程就需要劳动力 那时候 老爸就准备去 跟着杨大叔干 反正村子里劳动力不少 老爸这边可以组织人 他自己当的包工头 接杨大叔的工程活 老爸原本以为堂兄弟之间 肯定会相互提些帮助的 当时还提了两只鸡 买了点礼品去找杨大叔 谁知道被杨大叔无情地拒绝了 他居然找了其他人接他的工程 都没答应老爸的请求 回来以后 老爸独自喝了两天的闷酒 老妈也是气得不行 说这杨大叔 太没有人情味了 若不是这两年三叔回来 可能老爸 跟他们家都没有什么联系 这个仇 老妈现在都还记着 老爸倒是显得豁达了许多 端起酒杯 可笑道 咱们家现在的生活 有什么不好的 老妈伸出手指 戳了戳老爸的脑袋 好个屁 我们这也算好吗 你这人就是安于现状 不求上纪 说到这里 老妈扭头跟我说 诚儿 我跟你说 你可千万别选你爸啊 做人一定要有伟大的理想和抱负 知道吗 老妈气呼呼地 回造房继续做饭去了 老爸无奈地笑了笑 咱们家这两年的日子 也算是有了起色 比上不足比下还是有余吗 非要跟老三他们一家比什么 他们都是生意人 大老板 我们跟人家根本没有可比性 在家休息了几天 这天 我正在院子里晾腊肉 就看见三叔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的后面 还跟着杨大叔一家子 杨大叔拄着拐杖 一瘸一拐的 左大腿上 缠着厚厚的纱布 看样子像是刚出院 杨大叔这是出院了吗 我打量着杨大叔 这老小子现在的模样很狼狈 跟前几天傲娇的样子 形成鲜明对比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幸灾乐祸的人 但是看见杨大叔 这副拄着拐杖的样子 我真的想笑 三叔说 你大叔他今天刚出院 还没回家呢 就想着先来看看你 看看我 我哑然失笑 看我做什么 我好着呢 没病没痛的 又能跳又能蹦 能吃能喝 三叔略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对我说 不是这个意思 你大叔之前 跟你可能有些误会 所以今天出院 他第一时间就是想来跟你道个歉 是吧 大哥 有些人啊 就是喜欢饭剑 之前我好心好意提醒杨大叔 说他有血光之灾 最近几天不要出门 谁知道杨大叔不仅不相信我 还骂我现在好了 等到真正发生血光之灾了 这才知道我的厉害 赶紧回来找我赔礼道歉 我带着一种细血的口吻说 我们这些都是晚辈 哪有长辈来跟我们道歉的说法 杨大叔冲他媳妇杨了杨下巴 让他媳妇把手里提的礼品交给我 然后杨大叔陪着笑脸对我说 大侄子 之前你大叔我呢 对你确实是有些误会 可能说话不太中听 经过这件事情 我才知道大侄子你的本事 你是个高人 就不要跟我这种俗人计较了 这次杨太公千坟的事情 还望大侄子多多费心 我之前说的话 你就当我是放的屁吧 其实我也并没有多么生气 杨大叔的道歉还算诚恳 我自然也不会多说什么 就笑着跟他说 大叔你严重了 杨太公千坟的事情 我肯定会放在心上的 等我回头选个良辰吉日 再通知你们 听我这样一说 杨大叔连声说好 三叔说 大侄子 千坟这事就麻烦你了 你大叔他腿脚不便 我先送他回去 这时候 老爸正好从外面回来 看见杨大叔和三叔 就问 什么风把大哥也吹到这里来了 这么急着走做什么 来的便是客 吃个饭再走呗 我马上去买韭菜 三叔拉着老爸 让他不用费心 家里还有事 晚饭就不吃了 等过两天 把千坟的事情弄好以后 再请老爸和我们一家人 好好吃顿饭 喝顿酒 老爸点点头 行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 临走的时候 老爸还不忘关心杨大叔 大哥 回去好好养伤啊 杨大叔挤出一丝尴尬的苦笑 点点头 很不好意思的仓皇走掉了 第266章 鸡废日 杨大叔他们走后 我回到房间 翻了翻老黄历 选了个正月初六的日子 老黄历上面写得很清楚 正月初六这天 适合开宅千坟 我通知三叔他们 正月初六千祖坟 然后让他们准备一些东西 香腊指钱 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还有红纸 红布 凉席 以及一些贡品 当然也少不了心打的寿官 三叔把需要准备的东西 详细记录下来 然后提前去准备的 妥妥当当 正月初六这天 我早早起了床 洗了的澡 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 在做这些白事之前 一定要沐浴更衣 显示对死者的一种尊重 衣服切记不能穿鲜艳的 所以我特意穿上了一件灰黑色外套 轻轻帮我理了李依领 退后两步打量我 满意地点点头 嗯 不错 相当精神 我对着镜子照了照 不要脸地说一句 我的小样 还是挺帅的 轻轻问我紧不紧张 我点点头 第一次独自干这么隆重的白事 多少还是 有些紧张的 不过整个流程 我都已经烂熟于胸 我相信自己还是能办妥的 我用红纸锋上几个古铜壁 吃了几个水饺填饱肚子 精神抖擞地来到三叔家 三叔家的所有人都到齐了 大大小小 老老少少 全部在家里等着我 大家穿的衣服都很朴素 不像平时打扮的那么花枝招展 三叔问我 什么时候出发 我看了看时间 让他不要着急 时辰还没有到 出发的时辰 也是很讲究的 虽然今天是吉日 但并不是每个时辰都是吉时 我算了算 今天的吉时在五十 也就是差不多正午时候 这个时辰出门是最好的 今天天气不错 天宫也做美 虽然是正月初六 但并不觉得寒冷 相反还感觉到浓浓的暖意 一年比一年的春天来得早 等到五十 我对三叔说 可以出发了 三叔立即把全家人召集起来 我让三叔找来一块瓦片 出门的时候 故意在门口摔碎瓦片 寓意着平安 然后在隆隆的鞭炮声中 二三十号人跟着我出了院子 沿着山路 走到杨家祖坟前面 三叔请来的工人 已经扛着工具 早早在山上等着我们了 三叔很大气 走过去 给四个工人 一人发了包中华烟 那个年代 中华烟是绝对的高档烟 四个工人接过中华烟 连声道谢 笑得合不拢嘴 他们平时抽的都是一两块钱的廉价香烟 偶尔抽包五块钱的 那都算是相当奢侈了 这好几十一包的中华烟 对他们来说 简直不敢想象 收了礼物 四个工人自然是干劲十足 他们脱下外衣 扛着锄头 甩开膀子开挖 当然 在开工之前 我们还是有个简单的败迹仪式 杨家人按照辈分 从老到小 依次给杨太公磕头上香 高大的墓碑前面 很快就插满了香烛 香烟鸟鸟 香火倒也十分旺盛 然后在坟头点上一串鞭炮 炸得噼里啪啦响 漫山遍野 都是鞭炮的回音 鞭炮放完以后 祖坟四周全是红色的碎屑 看上去十分喜庆 我绕着祖坟走了一圈 一边走 一边抛洒纸钱 山风一吹 黄色的纸钱就像蝴蝶 在祖坟四周翩翩飞舞 我绕到墓碑前面 点燃一炷香 对着墓碑虔诚地拜了拜 然后把香插在坟头上 这才对那四个工人大喊一声 动吐 四个工人都是精壮汉子 原本就是本地的村民 平时都在外面的工地干活 身板刚硬 这四个工人也是有讲究的 并不是随便找来的四个人 这四个工人的属相分别是 鸡 狗 龙 以及虎 这一点 我是特意给三叔打了招呼的 四个工人今天的任务 除了挖木台观以外 还有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护法 而护法 就跟他们的属相 息息相关 为什么是鸡 狗 龙 虎呢 这是有讲究的 因为千坟最好的吉日 便是鸡肺之日 简称鸡肺日 所谓鸣肺日 指的是天上金鸡提名 地上御犬肺叫的日程 而今天元月初六 便是我精选出来的鸡肺日 如果在这个鸡肺日里 再找一个鼠鸡和一鼠狗的人来签坟 那就是望上加望 十分吉利 而鼠龙和鼠虎的两个人 合起来便是龙虎之力 他们的命里气韵 能够镇住祖坟里的凶煞之气 杨太公的祖坟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凶穴 里面肯定积蓄了许多凶煞之气 普通人接触了这坟地里的凶煞之气 就可能感觉身体不适 严重者 甚至还会患上严重的疾病 四个工人飞快地抡着锄头 很快就把祖坟翻开一层 此时已是正午 红日当空 春意绵绵 站在太阳下面 还有些燥热 但是 千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杨家人无论老少 都不敢随便走动 也没有谁跑去林子里乘凉 一个个规规矩矩地站在太阳下面 静静地等待着 中途的时候 四个工人停下来休息了一次 吃了点馒头冲鸡 又喝了点清水 继续开赶 午后的气温越来越高 四个工人把羊毛衫这些都脱了 只穿着一件单衣 依然累得满头大汗 在他们的不断努力下 祖坟渐渐被挖开 面前的土坑慢慢变大 翻出的黄土也越来越稀 里面黄水流淌 非常潮湿 还散发出阵阵霉味和恶臭 我看了三叔他们一眼 三叔他们一大家子 见此状况后 一个个面面相去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神情都不太好看 他们根本没想到 自家的祖坟 早已变成了这副模样 四个工人持续不断地干了好几个钟头 祖坟终于被完全挖开 土坑里的景象 也全都曝露在我们面前 我们往土坑里看了一眼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坟墓里的景象 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糟糕 这让在场每个人的心头 都笼罩了一层阴影 四个工人分 站在坟墓的四个脚上 连他们都忍不住对三叔说道 杨老板 你这坟墓 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了呀 第267章 枯藤禅关 眼前的杨家祖坟 简直就是一个污水坑 或者是农村里的那种化粪池 坟墓里非常潮湿 积蓄着很多水 到处都是褐黄色的稀泥 跟大便一样 到处都破败得不成样子 一口棺材浸泡在泥浆水里面 也是破败不堪 木板都已经腐朽了 棺材上面爬满霉菌 棺材生霉 寓意着霉韵连连 难道杨家人这一年如此倒霉呢 原来霉韵都爬到祖坟上了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这口破烂的棺材表面 竟然还缠着一圈圈的枯藤 就像蛇一样 把棺材缠得死死的 我推测 是雨水倒灌坟墓的时候 把一些植物的种子冲进坟墓 种子在水里浸泡以后 开始生根发芽 最后缠住了棺材 但是因为坟墓里见不到阳光 天长日久 生长出的藤条也就枯死了 变成枯藤 如同一张网 把棺材笼罩在其中 我心中大惊 枯藤缠冠 这是墓葬里面的大忌啊 枯藤是死物 棺材被死物缠住 所有运势都会被缠死 必定是灾厄连连 凶罩横生 祖坟里面 最怕出现两种情况 其一 坟墓里面倒灌黄泉水 其二 枯藤缠冠 然而阳太公的祖坟 却偏偏两种情况都占齐了 实在是让人头大 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说 如果迁坟的时候 发现坟墓里有龟和蛇等灵兽 那便是极好的一种象征 因为龟是长寿的象征 而蛇又寓意着地龙 蛇旁官又叫龙旁官 对子孙后代都是非常好的 四个工人换上长筒雨靴 下到坟墓里面 双脚浸泡在稀泥黄水之中 开始清理墓穴里面的淤泥 直到傍晚 四个工人这才清干净墓穴里的淤泥 一个个就跟花脸猫似的 浑身上下都是泥浆墨子 也确实是辛苦 四个工人扛起墓穴里的棺材 我让他们先别着急 在抬关之前 还得走一套流程 我亲自下到墓穴里面 在墓穴的四个脚上 分别点上四根白蜡烛 然后在四个脚上 烧了一些纸钱 我看了看 四只白蜡烛没有熄灭 这才让四个工人 帮忙把棺材抬出墓穴 我爬出墓穴 让四个工人 把棺材抬到一片树荫下面 因为棺材鼠荫 不能在烈日下面曝晒 我摸出四枚古钱币 放在地上 四个工人小心翼翼放下棺材 棺材的四个脚 正好坐落在四枚古钱币上面 四枚古钱币 相当于做了棺材的四个脚垫 这是有讲究的 棺材不能粘地气 所以不能直接放在地上 棺材的四个脚 必须要有东西垫着 通常来说 签坟的时候 用的是四只金蝉厨 来当棺材的脚垫 但是因为四只金蝉厨不好找 所以我便用古钱币来代替 放好棺材以后 我绕着棺材走了一圈 仔细打量了一遍 心中不由地咯噔一下 暗叫一声坏了 在棺材的其中一个角落上 竟然破了一个洞 看这个破洞的大小 很像是一个老鼠洞 这座祖坟原本就是被老鼠冻毁了的 所以我一直担心挖开坟墓的时候 会在坟墓里发现一窝老鼠 但是刚刚挖开坟墓的时候 坟墓里并没有发现老鼠 当时我还暗自庆幸了一下 谁知道此时看见棺材上的这个破洞 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沉了下去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老鼠不仅钻进了坟墓 还很可能钻进了棺材 连混凝土 花岗岩修筑的坟墓 都没法阻止山耗子 区区木头棺材 又哪里能够阻挡山耗子呢 棺材一旦破了洞 坟墓里的脏东西 就会跑进棺材里面 对老祖宗的尸骨 造成极大的影响 其次 棺材上面破了洞 说明山耗子进入了棺材里面 以鼠类的习性 他们肯定会啃视棺材里的尸骨 运气不好的话 说不定杨太公的尸骨 早已被这些山耗子 啃视的连渣都不剩了 我把棺材上的破洞 只给三叔他们看 三叔他们看了以后 都一个劲地倒吸凉气 三叔他们也不是傻子 他们很清楚 棺材上的破洞意味着什么 我让三叔他们 做好心理准备 运气好的话 还能减点杨太公的尸骨起来 运气不好的话 棺材里真的可能 只剩一些骨头渣子了 三叔点点头 脸色阴郁的 仿佛要溢出水来 他从其中一个工人 手里夺过铲子 亲自动手开关 三叔将铲子插进 棺材的缝隙里面 撬掉棺材钉 那棺材 钉都已经是袖技斑斑 棺材被撬松 我上前帮忙 只听枝鸭声响 棺材被三叔撬了起来 翻滚一圈以后 哗啦一声落在地上 催枯拉朽 变成几块破木板子 三叔丢下铲子 在第一时间冲到棺材面前 伸长脖子 往棺材里看去 这一看 三叔登时浑身发抖 猛地吼了一嗓子 额头上的青筋都突兀起来 两颗眼珠子瞪得滚圆 仿佛要撑破眼眶 我们纷纷围拢上去 目光投向棺材里 棺材里的景象 着实让我们倒吸了一口凉气 杨太公的尸骨 确实被毁坏得不成样子 早已没有原本的人形 而是一堆散乱的白骨骷髅 那些泥浆水 从破洞进入棺材 棺材里面也是一片潮湿 那堆白骨上面 到处都裹满稀泥 最可气的是 在这堆白骨上面 竟然还坐着一只体型硕大的山耗子 虽然我们之前就已经猜到 棺材里很可能藏着山耗子 但是真正看见棺材里有耗子 我们还是狠狠打了个哆嗦 这只山耗子 长得浑渊如球 而且 它的皮毛竟然是白色的 是一只大白耗子 差眼一看 还以为是一个表面 爬满白毛的大冬瓜 大白耗子的姿势非常古怪 居然是直立着腰板 像人一样盘着腿 两只小眼睛紧闭着 仿佛在打坐修炼 当我们撬开棺材的时候 大白耗子也被惊动了 他猛然睁开双眼 那绿豆大小的眼睛里面 蹦射出一种怨毒的光 两个工人看见大白耗子 这种可怕的眼神 都被吓了一跳 情不自禁退后两步 第268章 灭蜀行动 如果棺材里住着龟蛇之类的灵兽 那倒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棺材里住着一只大耗子 而且还是一只浑身长满白毛的古怪耗子 必定是极其不祥的事情 大白耗子的个头 有小猪仔那么大 就像瘴气的气球 几个工人看见这只古怪的白耗子 心里都有些发怵 一时间都不敢上前 坟墓里的东西 本来就斜得狠 他们也不敢随便乱碰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时候 三叔突然冲了上来 一把超齐铲子 怒吼一声 对着白耗子的后脑 就拍了下去 三叔心里带着火 下手也没有客气 这一铲卯足了力气 咣当一下 拍在大白耗子后脑 大白耗子转了转眼珠子 扑通一声 栽倒在地上 三叔瞪红了眼睛 再次抡起铲子 用力拍了下去 一边拍一边骂 各种脏话源源不断地从他嘴里飙出来 三叔这一年 碰上各种倒霉事 心情一直都很压抑 所以当他得知 他这一年的霉运 都是这只大白耗子带来的时候 压抑在内心的怒火 就像火山爆发 无法抑制地狂喷而出 把所有的火气 通通撒到大白耗子身上 三叔怒火攻心 下手也是极狠 一连拍了十几铲 把那大白耗子的脑袋 拍成了肉泥 看上去就像血红色的芝麻糊 格外恶心 鲜血流淌出来 大白耗子浸泡在血水中 浑身的白毛也变成了红色 死状极其恐怖 我皱了皱眉头 三叔的行为是有些冲动了 这只大白耗子 出现在棺材里面 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算是我 也不敢轻易弄死 这只大白耗子 但是三叔却二话不说 将大白耗子 拍成了肉酱 我隐隐有些担心 生怕三叔的这个冲动之举 会埋下什么隐患 不过心里的这般想法 我终究 还是没有说出口 三叔他们的心情 我还是能够理解的 老祖宗的尸骨都被这只大耗子啃成了渣 害得杨家人倒霉透顶 杨家人怎么可能放过他 况且 生气的不仅是三叔一个人 杨家大大小小二十几口人 刹那间全都愤怒了 他们在三叔的号召下 开始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灭蜀行动 杨家人扛着锄头 将祖坟周围的山地全都翻了个遍 打死了不少山耗子 期间 还发现了两个耗子窝 都被杨家人端掉了 杨家人真的是愤怒了 他们不仅 拿着锄头铲子 追杀那些逃窜的山耗子 而且还用火 对付洞里窝里的耗子 那些小耗子 被火活活烧死 大一点的耗子 在火里抱头数窜 就像火球一样滚来滚去 发出吱吱吱的惨叫 空气中 飘荡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同时还混杂着一股浓浓的焦臭味 四周的山地上 漫山遍野 都是山耗子的尸体 有些耗子被开膛剖腹 有些耗子被斩掉了脑袋 还有些耗子被拍成肉泥 也有些耗子变成了冒烟的焦炭 反正以我看 这附近的山耗子 都被杨家人杀了个精光 三叔坐下来 累得气喘吁吁 他摸出一支烟 叼在嘴里 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 经过杨家人这么一折腾 等他们停下来的时候 已经是日归西山 千坟最忌讳的是月煞 也就是不能在夜晚千坟 因为月光鼠阴 夜晚千坟 月光会照在棺材上 这样有可能会引起 关中之人的尸体 是极不安全的 没有办法 千坟的事情 今天只好暂停下来 三叔问我 明天可不可以继续千坟 我摇了摇头 掐指算了算皇历 下一个千坟的良辰吉日 至少也要等到三日以后去了 虽然三叔很想早点处理 杨太公的尸骨 但苦于错过了良辰吉日 他也没有办法 心里再不舒服 也只能耐心地等到三日以后 现在还没有千坟 杨太公的尸骨 自然是不能装进新棺材的 于是 三叔主动留下来 陪我守夜 其他人先回去休息 同时 三叔也跟那四个工人约定好 让他们三日以后 再来这里千坟抬关 说完之后 给了他们一点辛苦费 四个工人欢天喜地地走掉了 很快 天色黑沉下去 圈鸟的提叫声 更添荒凉孤寂 面前是已经被挖开的墓穴 墓穴里堆满了山耗子的尸体 三叔 把那些山耗子的尸体 全都丢进墓穴里面 然后放了一把火 把那些山耗子的尸体 全部处理了 我和三叔蹲在树荫下面 火光把祖坟映照的忽明忽亮 也映照着我们的脸 面前摆放着两口棺材 一口是破烂的棺材 一口是崭新的棺材 而阳太公的尸骨 此时还在破烂棺材里面 因为错过了凉尘吉日 只能让阳太公 在烂棺材里面 多待三天 我们担心阳太公的尸骨扔在这里 会有野兽从以前来啃事 也担心会有不认识的村民 来来搞破坏 所以 这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 我们都需要留在这里保护现场 三叔递给我一支烟 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抽着 刚刚扔掉烟头 就看见阳大叔的孙子上山来了 他的手里提着一个篮子 篮子里装着酒肉 还有几个大白馒头 阳大叔的孙子跟我们说 阳大叔怕我和三叔在山上饿着了 所以回家以后 就张罗了一些韭菜 让他孙子给我们送上山来 阳大叔的孙子还小 我们也没有留他首页 谢过他以后 就把他打发走了 三叔还给了他一百块钱 让他回去买炮帐碗 临走的时候 我让他明早再上山一趟 顺便拿一块黑布上来 三叔问我 要黑布做什么 我指了指那口烂棺材 告诉三叔 黑布 是用来盖住那口烂棺材的 避免阳太公的尸骨 暴露在阳光下 阳太公的尸骨 本来就没剩多少了 若是再被太阳一晒 估计全都会化成灰 连渣都见不到了 山上的夜色不错 在夜幕之下喝酒吃肉 很有感觉 虽然有些凉意 但我们点上两堆篝火 周围也就暖和和的 非常舒服 树林里偶尔传来 不鼓鸟的叫声 不鼓 不鼓 第269章 一棺材耗子 早上醒来的时候 晨雾缭绕 有阳光从枝丫的缝隙里 穿透下来 今天又是个好天气 我睁开眼睛 就看见三叔背对着我 站在那口新棺材前面 一动不动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喊了声三叔 问他 在做什么 三叔转过身来 指着面前的新棺材 疑惑地问我 你动过这口棺材吗 我摇了摇头 昨天实在是困倦得很 再加上和三叔 喝了好几两白酒 喝完就睡着了 一直到现在才醒过来 不过三叔肯定不会 无缘白顾地这样问我 于是我就走过去 问三叔发生了什么事 三叔指着棺材让我看 原来棺材不知什么时候 被人推开了 露出一道缝隙 我拧紧眉头 我记得很清楚 新棺材的棺材 肯定是紧密闭合的 也没人擅自动过这口棺材 但现在 这口棺材的棺材 明显被人推开过 我心中微惊 难道昨晚 我们睡着的时候 有人来过坟地 而且还打开过棺材 那人是不是以为 新棺材里 装着下葬的死者 所以想打开棺材 看一看 有没有值钱的陪葬品 新棺材被人随便开启 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情 也是对死者的一种不尊重 三叔气得脸色铁青 恨声说道 老子要是知道 是谁动过这口棺材 非得把他双手砍下来不可 三叔这几天的心情很不好 原本就已经足够倒霉了 好不容易等到千坟 谁知道千坟也不顺利 从昨天到今天 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棺材烂了 老祖宗的尸骨 被耗子毁了 现在新棺材 又被人动了手脚 三叔真是气炸了 就在这时候 我隐约听见棺材里面 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微微一震 随即说道 三叔 棺材里面有东西 三叔也听见了这个声音 他给我使了个眼色 两人一左一右抱住棺材盖 然后对视了一眼 点点头 同时发力 猛地将棺材盖掀翻 在地上 棺材盖滚落在地上 就听见棺材里面 传来叽叽叽叽的声音 一听这个声音 我和三叔脸色都变了 赶紧探头往棺材里看去 棺材里的景象 令我们大吃一惊 浑身的汗毛 齐刷刷到竖起来 头皮一阵阵地发麻 在这口掌心的棺材里面 竟然满装着 一棺材的山耗子 棺材里的山耗子 起码有数十上百只 密密麻麻簇拥在一起 个头有大有小 大的有足球那么大 小的 只有乒乓球那么大 那么多耗子 在棺材里爬上爬下 相互挤压 我和三叔只看了一眼 身上的鸡皮疙瘩 便哗啦啦落了一地 新棺材里面 怎么会冒出这么多山耗子 昨天抬新棺材上山的时候 棺材里也是空荡荡的 没有东西 更没有耗子 但是一夜之间 棺材里便冒出了这么多山耗子 这是怎么回事 肯定是昨夜 我们睡着的时候 这些山耗子跑出来 推开棺材盖 钻进了棺材里面 三叔正正地站在那里 嘴里喃喃自语 怎么回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也没法跟三叔解释 不过我想到了 昨天那只被三叔拍死的大白耗子 心里隐隐笼罩着一层阴影 有些不太舒服 三叔瞪红了眼睛 嘶声目吼道 耗子 哟他妈的是耗子 这些耗子 是不是缠上我们杨家了呀 三叔的心态 已经完全炸裂了 整个人就像被山耗子逼疯了一样 其实换作任何人 也许都会出现三叔这样的反应 大清早起来 看见满满一棺材的耗子 你会是怎样的心情 三叔找了一些枯树枝 全都扔进棺材里面 然后点了一把火 棺材里的枯树枝燃烧起来 三叔把棺材袋重新合上 将那些耗子 全都封死在棺材里面 火焰很快燃烧起来 隔着棺材板 都能听见那些耗子的惨叫声 让人毛骨悚然 棺材本来也是木质的 属于易燃物 里面的枯枝燃烧起来以后 也引燃了棺材 火焰窜腾起来 很快把棺材吞噬了 整口棺材都变成了一团大火球 烧得浓烟滚滚 劈啪作响 大火球里面 还有几十个小火球在滚动 山风一吹 刺鼻的焦臭味 四处飘荡 三叔看着燃烧的棺材 双手插腰 竟然放声大笑起来 他这属于愤怒到 几点以后的病态表现 三叔指着棺材破口大骂 烧死 你们这群孙子 骂的 烧死 通通烧死 看着三叔手舞足蹈的样子 我的心里忍不住 生出些许担心 生怕三叔再这样下去 精神状态会出现问题 就在这时候 杨大叔的孙子 气喘吁吁地跑上山头 他的手里拿着一块黑布 看来他还没有忘记我 昨晚交代的事情 他看见三叔的样子 就问我三叔怎么了 我也没有回答他 接过黑布 转身走到烂棺材前面 用黑布把烂棺材覆盖起来 挡住阳光 杨大叔的孙子跟到我面前 擦着脸上的汗水对我说 叔 赶紧跟我回家看看吧 家里 家里 杨大叔的孙子 结结巴巴 半天说不清楚 我没头一挑 问他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杨大叔的孙子说 家里倒没有出事 但二爷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大爷让你和三爷赶紧回去看看 我咬了咬嘴唇 心中暗道 妈的 这都是什么事啊 杨家这是得罪了谁啊 怎么杨二叔又出事了呢 我走到三叔的面前 三叔的情绪还没稳定 我拉着三叔往上下走 三叔 快回去一趟 听说家里出事了 我们跟在杨大叔孙子后面 急急忙忙往山坡下走 此时也没人顾得上杨太公的尸骨了 我们一边急着赶路 一边询问杨大叔的孙子 问他杨二叔到底出了什么事 杨大叔的孙子就说 具体什么事 大家都不是很清楚 反正一觉醒来 杨二叔变得很不对劲 他好像很怕光 一直躲在床底下面 不肯出来 而且他还怕猫呢 屋子外面的野猫叫了一声 吓得他浑身哆嗦 无论我们怎样叫他 他都窝在床脚下面 根本不理会我们 第二百七十章 变成耗子了 怕光 怕猫 喜欢躲在阴暗的角落 杨二叔的这些反应 怎么跟老鼠那么相似 回到家里 就看见家里已经闹翻了天 卧房门口围了很多人 杨二叔的老婆和儿子 都趴在地上 对着床下面 焦急地叫喊杨二叔的名字 看见我回来 众人主动给我让开一条道 让我掂量掂量 杨二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怪病呢 还是得了一症 我蹲下来 杨二叔的老婆 递给我一只手电筒 我举起手电筒 往床的角落里照过去 这一照 就看见一双幽绿色的眼睛 我吓了一跳 仔细一看 才发现是杨二叔的眼睛 他的眼睛 竟然闪烁着幽绿色的光 杨二叔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 手电筒的光 从他的脸上扫过 我惊惧地发现 杨二叔的脸上 竟然爬满了一层白毛 而且此时的杨二叔 仿佛 仿佛没有了人样 他的样子看上去 呃 就像是 昨天那只被打死的大白耗子 我去 我狠狠打了个冷战 不是吧 杨二叔 居然变成了耗子 他这是被耗子经附体了吗 杨二叔受不了手电光的刺激 拼命用手挡着眼睛 冲我呲牙咧嘴 发出古怪的咆哮 我从床底下爬出来 杨家人立刻围拢上来 问我杨二叔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沉吟了一下 杨二叔 变成了一只耗子 屋子里静默了几秒钟 随即爆发出惊呼声 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好端端一个大活人 怎么会突然间变成一只耗子呢 这玩的是大便活人吗 二绳子挖的一声哭了起来 大声叫喊着说 老二他是个人 他不是耗子 杨二叔的儿子也是急了 趴在地上大喊 爸 你出来 你出来 告诉大家 你是人 你不是耗子 你出来啊 屋子里乱作一团 你一句我一句 就跟主开了锅似的 我冲三叔勾了勾手 三叔会议 跟着我走出卧室 三叔紧张地问我 大侄子 我二哥 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没有直接回答三叔的问题 而是反问他 还记得昨天那只 坐在棺材里修炼的 大白耗子吗 记得 那只耗子 被我拍成了肉酱 说到这里 三叔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神情紧张地问我 大侄子 你不会告诉我 二哥他之所以变成这样 是因为昨天的那只耗子吧 我实话实说 不排除这个可能 而且 这个可能性还很大 那只耗子通体雪白 一看就不普通 昨天我本来想要劝你的 但你出手很快 一下子就把他打死了 三叔揉了揉鼻子 郁闷地说 照你这样说来 二哥 他很可能是被耗子金缠上了呀 我点点头 三叔眼巴巴地望着我 问我应该怎么办 三叔他们都是外行人 遇到这种稀奇事 他们也没辙 看着我的眼神 就像看着一根救命稻草 我深吸一口气 想了想 安慰三叔不要心慌 容我先回家一趟 向师父请教请教 事到如今 三叔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好让我快去快回 我叮嘱三叔他们看好二叔 别让他到处乱跑 最好 把卧室门关上 将二叔反锁在这里 以免二叔伤害到其他人 我也来不及跟其他人一一道别 迅速走出院门 摸出两张神行符 往左右两腿上一拍 催动咒语 整个人就像腾云架雾一般 两旁的房屋和农田 飞快后退 我一路狂奔 一溜烟就没了影子 一口气跑回家里 爸妈 还有老爷子都出去了 只有柳青青一个人在家 柳青青递给我一杯温开水 我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柳青青问我 千坟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水 出了点乱子 不是很顺利 我准备回来歇一脚 就去找师父帮忙 柳青青听了后 就皱起眉头 这大过年的 你师父多半都不在家里 去了也是白跑 到底出了什么乱子 不如跟我说说 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我想了想 这大过年的 酷瘸子业务很忙 估计真没在家 于是我把这两天千坟发生的事情 详详细细跟柳青青讲了一遍 包括那只大白耗子 还有一棺材的耗子 以及杨二叔变成耗子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娓娓到来 柳青青眉头紧锁 柳眉倒数 陈音片刻道 那只大白耗子 肯定是看中了乾隆营水的风水宝穴 所以揪占雀巢 在阳太公的坟墓里修炼 通常来说 耗子修炼到一定境界的时候 他的皮毛就会变成白色 你们挖开坟墓的时候 估计那只大白耗子 正修炼到紧要关头 所以他都没有反抗 直接就被三叔给拍死了 从长远来说 三叔干了一件大好事 那只大白耗子 要是成了精 只不准又得干出多少坏事 三叔这一铲子拍下去 也省得日后的麻烦事 你们弄死了大白耗子 又消灭了那么多耗子 肯定惹恼了灰仙 他这是找你们报仇来了 民间有五大仙 狐仙 黄仙 白仙 柳仙和灰仙 狐仙是狐狸 黄仙是黄皮子 白仙是刺猬 柳仙是蛇 灰仙则是老鼠 我小的时候 跟黄仙结下了梁子 现在这个仇结都还没有解开 没想到 现在又开罪了灰仙 真是让人头疼 我问柳青青 有没有办法先救救杨二叔 我想 柳青青是柳仙 蛇是老鼠的天敌 他应该有办法对付灰仙 柳青青沉默片刻 突然伸出两根手指 按在自己的腹部 他的腹部位置 顿时泛起一圈幽绿色的光 紧接着 我看见柳青青的腹部微微隆起 像是有什么东西 正从丹田里升起 然后慢慢上移 移动到胸口 到喉咙 最后小嘴一张 竟然从嘴里吐出一颗翠绿色的珠子 我定睛一看 这颗珠子 约莫玻璃担子大小 通体翠绿 就跟翡翠一样 非常的漂亮 柳青青让我摊开掌心 把珠子放在我的掌心里面 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珠子 不知道这颗珠子是什么宝贝 感觉凉嗖嗖的 掌心很快就布满一层寒气 第271章 内丹 看着掌心里冒着寒烟的翡翠珠子 我惊奇地问柳青青 这是什么东西 柳青青说 内丹 顿了顿 补充到 蛇的内丹 内丹 我眨了眨眼睛 难怪这么神奇 原来是青蛇的内丹 既然是内丹 这颗珠子 应该非常贵重吧 柳青青说 内丹是由我体内的灵气所具 一年才能练出一颗 具有起死回生之效 我张了张嘴巴 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拿出来 柳青青白手 先拿去救你的二叔吧 内丹没有了 可以再练 人没了就没了 救人要紧 我缓缓握紧掌心 很感动 用力点了点头 柳青青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有句成语叫做 蛇蝎心肠 从古至今 在人们的印象中 好像蛇这种东西 就是很毒的 十恶不赦的代名词 其实每个物种都跟人类一样 有好有坏 有善良的蛇 也有狠毒的毒蛇 内丹这么珍贵 一年才一颗 柳青青就算不拿出来救人 我也不会说什么 但她 为了救一个感情不算太深的杨二叔 宁愿贡献出自己的内丹 这份精神 确实挺难能可贵的 我对柳青青说 我代表杨二叔一家子谢谢你 上次杨二叔帮忙打圆场 我对杨二叔这个人 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在杨家三兄弟里面 杨二叔没有杨大叔的高傲固执 也没有杨三叔的霸气 三个兄弟当中 杨二叔是最没个性的一个人 凡事都当和事老 不争不吵 十分佛系 我问柳青青 是不是把这颗内丹 给杨二叔服下就可以了 柳青青盯住我说 这颗内丹是他的灵气聚集而成 普通人如果直接服下这颗内丹 恐怕身体承受不了 弄不好会弄巧成桌 暴体而亡 所以最安全的办法 是把内丹融化在开水里面 然后再把开水喝下去 我点点头 把柳青青的叮嘱记在心里 我转身走出屋子 就准备回去救人 对了 柳青青在后面叫住我 他说 内丹只能暂时救他性命 但他现在被耗子精上了身 要想他完全康复 必须得把体内的耗子精赶走 我停下脚步 向柳青青请教 怎样才能赶走杨二叔体内的耗子精 柳青青拖着下巴 撕损片刻 对我说 找一口棺材 让杨二叔躺进棺材里面 再放一只黑猫进去 记住 一定是通体全黑的那种黑猫 这种黑猫才能通灵 然后合上棺材 黑猫自然会抓住杨二叔体内的耗子精 我点点头 把柳青青的胶带都记在心里 然后运起神行符 风驰电掣地赶回杨家 三叔他们看见我回来 立马围拢上来 问我有没有向师父询问到破解的办法 我让三叔立刻去端 一碗白开水出来 等到三叔端着一碗热气腾腾地开水出来 我取出柳青青给我的内丹 将内丹丢进碗里 内丹很快就在开水里融化 一碗开水也迅速变成了绿色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不过这碗水的颜色 看上去确实古怪 让人有些不敢下口 三叔皱起眉头 问我道 大侄子 你放了什么东西进去 这碗水 能喝吗 我说 当然能喝 这碗水能救二叔的命 二叔呢 快把二叔弄出来 三叔说 还在卧室里面呢 我让三叔带着家里的几个青壮年 一股脑冲进卧室 把卧室翻了个底朝天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将二叔捆绑起来 丢在床上 这时候 碗里的开水 已经不是很烫了 于是我端着碗 快步走进屋子里 屋子里的光线很昏暗 二叔在床上拼命挣扎着 四肢被绑 一张脸胀得通红 脸上的白毛愈发明显 他粗着嗓子 发出低沉的咆哮 眼神当中充满了一股兽性 杨二叔的儿子看着我 声音都带着哭腔 求我帮忙救救他老爹 我让其他人用力按住杨二叔 不让他滚动挣扎 然后一个剑步来到床边 伸手捏住杨二叔的腮帮子 迫使他张开嘴巴 就在杨二叔张开嘴巴的同时 在场的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我们惊讶地发现 杨二叔的嘴里 竟然长出了獠牙 獠牙刚刚冒头 正有继续生长的趋势 我心中暗道 但愿轻轻赐予的那单 有奇效吧 我左手捏着杨二叔的腮帮子 右手端着碗 将那碗绿色的水 咕咚咚咚 全都灌进杨二叔的嘴里 那碗水全部倒下去以后 杨二叔渐渐停止了挣扎 然后两眼一翻 晕死过去 杨二叔的儿子顿时被吓梦了 问我他爹是不是隔屁了 我伸手探了探杨二叔的鼻息 告诉他杨二叔只是晕过去了 三叔就问我 大侄子 你二叔这命算是保住了吗 我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要想让二叔完全康复 还得做两件事情 一 你们去找一口棺材 空棺 找不到就连夜去镇上的棺材 铺满一口 二 去村子里找一只黑猫 借一只野行 通体乌黑的那种 快去准备吧 我们的运气不错 很快就从村子里 找来了一口棺材 和一只黑猫 棺材是村支书家里的 村支书年前患了重病 家里人都以为他快不行了 于是提前给他备好了棺材 结果村支书命运得很 拖到年后 身体竟然还有好转的迹象 这口棺材自然用不了了 就放在那里一直空置着 三叔得知这个情况以后 就花了笔钱 把那口棺材 从村支书家里弄了回来 至于那只黑猫 是在隔壁邻居家里借来的 听说那只黑猫 平时打耗子 就特别厉害 我看那只黑猫 倒也是威风凛凛 是一只公猫 体型不算大 但是很精干的样子 一身乌黑的毛 猫眼里闪烁着幽绿色的光 神情冷傲 当他叫起来的时候 声音十分粗犷 令人毛骨悚然 我让三叔他们 把二叔抬进棺材里面 这时候的二叔 依然处于昏迷状态 看着二叔躺进棺材 在场众人的心都拎了起来 生怕二叔就这样走了 第272章 黑猫吸魂 二叔闭着眼睛 平躺在棺材里面 看上去就像在熟睡 我抱起那只黑猫 小心翼翼放进棺材里面 合上棺材盖 然后在棺材上面钻了个孔 给二叔和黑猫透气 要不然 这一人一猫 可能会闷死 在棺材里 三叔悄悄问我 大侄子 妥当吗 我也是个耿直人 直接回答 不知道 应该能行吧 我确实是不知道 因为我也是头一次干这活 但这是柳青青教授给我的法子 应该是可行的 所以 我也并不是太过担忧 我把耳朵凑上去 贴着棺材聆听了一会儿 发现棺材里面很安静 一点声响都没有 三叔问我怎么样 我说暂时还听不出来 过了两久 棺材里还是没有动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很快夜已经深了 杨家人这两天被折磨得筋疲力尽 很多人都已经熬不住了 坐在椅子上打起了喝歉 我想 这事短时间内肯定弄不好 于是我让三叔安排杨家人下去休息 杨二叔的儿子不肯休息 执意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守夜 杨二叔的老婆 见我们守夜辛苦 专门去造坊里 炒了两个小菜 煮了点香肠腊肉 让我们守夜的时候吃 三叔又提出一瓶茅台酒 我们一边喝酒 一边守夜 虽然最近的天气比较暖和 但是早晚的温差 还是很大 夜晚还是有些凉 烤着火 喝着茅台 这身体 才感觉稍稍热和了一些 杨二叔的儿子 陪着我们守夜 他的年纪比我大 不停地给我敬酒 老弟老弟地喊着 人倒也还失去 守到东方露出雨堵白的时候 两瓶茅台都差不多见了底 杨二叔的儿子 喝得脸上红霞飞 已经有些熬不住了 三叔也是一个劲地打着喝歉 而我感觉还可以 我都没想到自己现在的酒量这么好 有种谦卑不醉的感觉 熬过夜的人都知道 黎明十分是最难熬的时间段 人在这个时候会非常的困倦和疲乏 就在这时候 院子里的那口棺材突然传来奇怪的声响 一下子赶走我们的困意 我们惊醒过来 快步来到棺材边上 隔着棺材板 也能清楚地听见棺材里传来黑猫的叫声 黑猫的叫声很粗犷 撕心裂肺地令人头皮发麻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挠着棺材盖 声音很刺耳 吃啦啦吃啦啦的 紧接着 棺材里像是有东西在奔跑 咣当咣当地响 棺材都跟着摇晃起来 面前的棺材 就像一口即将沸腾的锅 里面的沸水 像是随时都可能冲破锅盖 杨二叔的儿子很紧张 趴在棺材上面 一个劲地叫着 爹 爹啊 爹 你没事吧 三叔的脸上 也挂着担忧的表情 他问 我要不要先开棺材盖看看 棺材里的动静越来越大 我摇了摇头 让他暂时不要开关 棺材里的黑猫和耗子精 应该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大战 如果我们此时打开棺材盖的话 很可能放走耗子精 前功尽弃 所以 我们现在唯一所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等 我们守在棺材边上 杨二叔的儿子满脸冷汗 不停地用手擦拭着 显得局促不安 三叔安慰他说 不要紧张 相信杨成 前后可能过了半个时辰 棺材终于停止了晃动 棺材里面也渐渐安静下来 我把耳朵贴在棺材盖上 仔细倾听里面的动静 很安静 一点声音都没有 杨二叔的儿子担忧地说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那只黑猫 不会死了吧 三叔拍了他的脑袋一下 骂道 你小子不要乱说话 然后三叔扭头问我 大侄子 可以开棺了吗 我贴在棺材盖上 足足两三分钟 确定棺材里没有动静以后 这才对三叔点点头 同意开棺 这一刻 我们已经等了整整一宿 真正开棺的时候 我们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我们抓着棺材盖 可能是心理因素 总觉得棺材盖沉重无比 像是一块大盘石 重于千斤 三叔看着我 杨二叔的儿子也看着我 像是在等着我发号施令 我冲他们点点头 沉声大喝一声 开 我们三人抓着棺材盖 一起发裂 猛地将棺材盖掀开 棺材盖翻滚一圈 砰的一声落在地上 就像一颗炮弹 在我们的心里炸响 我们深吸一口气 伸长脖子往棺材里看去 只听喵屋一声 一团黑影突然从棺材里窜出来 吓了我们一大跳 借着出声沉吸的光亮 我们定睛一看 就看见那只黑猫 微风凛凛地蹲在棺材边缘 高昂着脑袋 一脸冷酷 就像一个冷傲的黑将军 黑猫转动了一下脑袋 嘴巴一张 突然从嘴里吐出一团白色的毛球 那团白色毛球落在地上 很快就化成一滩墨汁般的黑水 还散发出一股浓浓的腥臭味 我们大喜过望 这团白色毛球 应该就是附身在杨二叔身体里的耗子精 看来已经被这只黑猫消灭了 黑猫通灵 我们都开了眼见 没想到在农村里随处可见的黑猫 居然有这么厉害的本事 农村里流行一个说法 说黑猫是不祥之物 凡是黑猫出现的地方 就会发生灾难 所以从古到今 黑猫都不怎么受到人们的待见 认为黑猫是灾厄的象征 但现在看来 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黑猫不仅不会给人们带来灾厄 还会帮助我们解决灾厄 三叔对杨二叔的儿子说 造坊里是不是还有昨天的炸鱼 赶紧去拿两条出来 杨二叔的儿子点点头 赶紧转身跑进造坊 拿了两条炸鱼出来 当作酬劳递给黑猫 黑猫大概也是饿了 也不客气 抓着炸鱼 狼吞虎咽起来 吃完以后 黑猫用爪子擦了擦嘴巴 苗屋叫唤一声 搜得窜上房顶 晨曦落下来 罩在黑猫身上 黑猫踩着模特布 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应该是回家去了 我们正准备看看 棺材里的杨二叔怎么样 这时候 就看见杨二叔从棺材里面 直挺挺地坐了起来 第273章 喜鼓 爹 杨二叔的儿子 一个剑步扑到棺材边上 对着杨二叔 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 半晌 杨二叔的眼珠子 终于转动了一下 他缓缓扭过脑袋 骂他儿子 老子还没死呢 你哭丧啊 听见杨二叔开口说话 我和三叔都长松了一口气 杨二叔摸了摸脑袋 发现自己躺在棺材里 下得赶紧从棺材里爬出来 一脸疑惑地问我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会躺在棺材里 三叔便告诉二叔 说他被耗子金附了铁 我被耗子金附了铁 杨二叔自己 有些不敢置信 杨二叔的儿子说 是呀 爹 这次多亏了杨成老爹 是他救了你 杨二叔走过来 紧紧握着我的手 很激动地向我表示感谢 我很客气地说 二叔不必多礼 咱们都是一家人吗 杨二叔用力点点头 对 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 听见杨二叔的声音 其他人都从屋子里跑出来 看见杨二叔复活 大家都很高兴 立马杀鸡摆酒 在院子里摆了四张大圆桌 庆祝杨二叔重获新生 席间 杨家人都很客气地跟我敬酒 他们对我的态度 也从之前的不太信任 到现在的服服帖帖 对我也是毕恭毕敬的 什么鸡腿 诸尾这样的好东西 一个劲地夹到我碗里 说我辛苦了 让我多吃一点 所以说 我们在这社会上生存 能力是很重要的 你自己有足够的能力 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重 如果你没有能力 被人瞧不起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叔问我 大侄子 接下来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 牵坟了吧 我点点头 没问题了 又过了一天 同样是牵坟下葬的好日子 我们重新来 到山头上 我先开烂棺材上覆盖的黑布 然后揭开棺材盖 杨太公的尸骨 只剩下一堆散架的烂骨头 牵坟的第一件事情 必须要洗骨 所谓洗骨 就是把尸骨上面的脏东西清理干净 这才可以重新入关 而在洗骨的过程中 必须要穿戴一双红手套 这是为了保护洗骨的人 不让尸骨里的煞气 伤害到洗骨的人 我让三叔他们砍掉祖坟四周的小青松 削了四根木头桩子 立在地上 然后把黑布挂在木头桩子上面 搭建了一个非常简易的凉棚 尸骨是不能见光的 所以搭建这个凉棚 主要是为了保护尸骨 我在地面铺上一张早就准备好的红纸 然后用戴着红手套的双手 慢慢将棺材里的尸骨 一块一块剪出来 放在红纸上面 我从衣兜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一把小刷子 左手拿起一块尸骨 右手拿着小刷子 蹲在地上 开始小心翼翼地洗骨 这是老祖宗的尸骨 我清理得很仔细 小刷子将尸骨表面的那些沙土 一点一点刷下来 经过我清理的尸骨 干净了不少 看上去挺白的 不像其他尸骨一样 褐黄色或者是泥黑色 表面包裹着厚厚一层脏东西 等我洗骨完毕 已经过去了大半天时间 由于太过投入 整整几个钟头 我都蹲在地上 没有动弹 现在突然站起来 感觉双腿发麻 险些摔倒 三叔伸手扶住我 问我有没有事 我摇摇头 擦了擦脸上的汗水问三叔 不是给阳太公新买了一口棺材吗 棺材在哪里 锡骨结束 尸骨立即就要入关 三叔看了看时间 咒没到 应该快到了吧 我起身喝了口水 就听见山道上有人喊三叔的名字 三叔紧皱的眉头 顿时舒展开 冲着山道上的人挥了挥手 然后回头跟我说 新棺材到了 四个人将一口崭新的棺材 抬到祖坟前面 累得气喘吁吁 大冬天的 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汗珠子 其中一人擦着汗水 对三叔说 杨老板 你这口棺材真够沉呢 三叔笑呵呵地地上烟 很客气地说 辛苦辛苦 我多给你们一点辛苦费 三叔很大气地掏出几张百元大钞 拍在那人手里 那人谢过三叔 带着兄弟们欢天喜地地走掉了 我们这才回头 打量这口崭新的棺材 心中微微一惊 哟 好家伙 这口棺材 不仅是用上等的杨柳木打造 而且棺材外面 还别出心裁地打造了一层铜皮 黄灯灯的 就像给棺材穿上了一件厚厚的铠甲 铜皮上面还雕有花纹 显得大气而又富贵 众人看见这口棺材 都忍不住嘖嘖称奇 难怪刚才那几个送棺材的人会说 棺材很沉 原来是一口铜皮棺材 不沉才怪脸 杨大叔问三叔 三弟 你怎么 怎么搞了这样一口棺材 三叔咬着烟头 拍着铜皮棺材 意气风发地说 普通棺材 不是容易朽烂吗 而且还容易被虫一啃饰 老子这次专门弄来一口铜皮棺材 让咱老祖宗 好好睡个安稳觉 只要老祖宗安稳了 咱们杨家人也就安稳了 大家说对不对 杨家人听见三叔这么说 都很高兴 立即回答道 对 三叔走到我面前 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我让他别急 先把棺材打开来看看 三叔和二叔 合力打开棺材 仔细检查了一下 确认棺材没有什么问题 我点上三炷香 绕着棺材走了一圈 用烟熏了一下棺材 然后在棺材的四个角上 抖落了一些香灰 我走到那堆尸骨前面 将香高举过头顶 拜了三拜 然后把香插在地上 双手捧着那张红纸 小心翼翼地将杨太公的尸骨 移驾到那口铜皮棺材里面 这才重新合上棺材 我拍了拍棺材 确定没有问题 对三叔点点头 可以动身了 三叔招了招手 将树荫下面休息的四个工人叫过来 这四个工人 就是三叔前几天 请来挖坟台关的村民 四个人麻利地用麻绳 将棺材捆绑起来 各自分站棺材一角 将粗壮的木棒 从绳扣中央穿过 架在肩膀上 嘴里说着一二三 同时发一声喊 起 第274章 满坑 伴随着枝丫声响 沉甸甸的棺材 晃晃悠悠地离地而起 四个村民都很有干劲 常年在外做工的缘故 虽然黑黑瘦瘦 但是力气都很大 臂膀上面全是剑子肉 鼓起来就跟鸡蛋一样 脖子上的青筋 也像小青龙一样 绷得紧紧的 我走在前面 四个村民 抬着铜皮棺材跟在后面 然后是二三十个杨家人 离开坟地的时候 三叔对杨二叔的儿子大喊 放炮 放炮 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了起来 在山巒间久久回荡 我拿着一打厚厚的纸钱 在前面一边走 一边扔 从这座山头到吊金中 不算近 也不算远 对于我们来说 这点矫程倒也没什么 但是那抬着棺材的四个村民 身子骨再怎么强壮 中途也需要歇口气 中途休息的时候 按照规矩 棺材是不能直接触碰到地面的 所以 我找来四块砖头 垫在棺材下面 四个村民这才放下棺材 喝水休息 等到把铜皮棺材 抬到掉金中风水穴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我让大家抓紧时间 争取在天黑之前 将杨太公的尸骨入土为安 这边的新坟前两天就已经挖好了 我跟三叔决定 用这个风水学以后 三叔就让这四个村民 来把新坟挖好了 所以 我们只需要把棺材放进去 然后封土就行 但是在放入棺材之前 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 那就是 暖坑 所谓暖坑 就是赶走坟墓里原有的阴气 经过简单的布置和施法以后 让吉利之气来得更快一点 这样后人 也能迅速走出倒霉的阴影 我下到坟墓里面 先在坟墓四周 洒了一圈蛆虫粉 然后弯着腰 在坟墓下面 铺上一层黄纸 并且把事先准备好的松香 墨洒在黄纸上面 接着点燃松香 很快 坟墓里就飘出松香的气味 原本的阴气都被驱散了 坟墓里感觉暖哄哄的 我摸出四枚骨钱臂 分别放置在四个角上 然后爬出坟墓 夕阳的余晖斜照下来 照进坟墓里面 给人一种神秘之感 四个村民抬着棺材 小心翼翼下到坟墓里面 三叔站在坟墓旁边 不停地笔划指挥 左边一点 哎 对对 再往右边一点 好不容易 棺材终于放了下来 棺材的四个角 正好压在那四枚股钱臂上面 四枚股钱臂 分别代表着荣华富贵 放好棺材以后 四个村民爬出木坑 挥舞着铲子 开始埋关风土 三叔很高兴 递给我一支中华烟 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 大侄子 你三叔今年若是能够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绝技不会忘了你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三叔再怎么有钱 再怎么荣华富贵 都是三叔的东西 跟我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关系 当然 如果三叔再次飞黄腾打以后 真能想起我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木坑被填平 天空只剩下最后一抹残阳 四个村民累得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墓碑还没有刻后 三叔说 回头让碑匠把墓碑送过来 立在坟前就可以了 我点点头 今日的重头戏是千坟 至于墓碑什么的 持些时候再立也没问题 而且这一次 三叔也没有在打造之前 那种非常豪气的墓碑 只是普通的墓碑 实在稍微好一点而已 经过这一年的灾厄 三叔也算是变得低调了 为了给阳太公千坟 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天 中途虽有波折 但结局终归算是好的 千坟顺利完成 我松了一口气 三叔他们也松了一口气 阳家人都很高兴 挨个跪拜阳太公以后 说说笑笑地下了山 从现在开始 他们即将摆脱梅运的纠缠 重新迎来美好生活 心情自然是大好 我本来要回家的 几天没回家了 挺想念清清的 平时都在县城读书 只有寒暑假才能回来 回来还这么多事情 都不能和清清 好好在一起过个年 心里觉得挺愧疚的 但是三叔拉着我 死活不肯让我走 说明天杨家摆酒宴 一定要把我留下 好好喝一杯 聊表感谢 在杨家人热情的挽留之下 我确实是不好意思离开了 只能留了下来 第二天 三叔请来十里八村 手艺最好的相处 宴开十八席 寓意要发 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了 还有附近的邻居都来了 也把老爷子和我爸妈请了过来 大家热热闹闹一起团年 三叔把我拉到主兵席就做 农村人很讲究备份等级的 我一个矛头小子 谈字论背 都不敢坐这个位置 我想离开 但被三叔强行按在板凳上 三叔说 大侄子 你帮了咱们家这么大一个忙 你完全有资格坐这个位置 大家说对不对 杨家人就齐声说对 这阵势 反倒搞得我有些不好意思 我只好端着酒杯 大笑着说 举手之劳 呵呵 举手之劳 以前我跟着酷瘸子出去办事 主兵席的位置 都是酷瘸子做的 一个是因为酷瘸子的年纪在那里 有这个备份资格 二个是因为酷瘸子帮人办了事 别人尊敬他 所以把他安排在主兵席位置 我表面虽然不说 但心里还是暗暗偷着乐的 我这才十几岁 就能坐上主兵席位置 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酷瘸子要是知道我这么出息 肯定会很高兴的 这人呀 心里一高兴 就容易贪杯 杨家人挨个跟我敬酒 还有其他人也怀着崇拜的心里跟我敬酒 我喝得相当痛快 而且状态极好 有种谦卑不醉的感觉 这顿酒 从正午开席 一直喝到傍晚 连屁股都没有挪开过板凳 到了傍晚 我们也没下桌 直接桌布一换 又摆上一桌子好酒好菜 继继续吃吃喝喝 一直喝到午夜方才罢休 三叔都已是醉眼惺忪 说话都是大舌头 吐字都吐不清楚 还拉着我 大侄子 高兴 今儿个 真高兴 咱叔指两个 进屋再喝 三叔刚刚站起来 就直溜一下 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然后就听见震耳欲聋的憨声 第275章 白胡子老头 我今天的状态不错 虽然脚步也有些飘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也没跟杨家人告辞 一个人就离开了杨家 一摇三晃地往家里走 喝酒喝到这种飘飘欲仙的状态 是最舒服的 我们当地人习惯把这种状态 称为二麻二麻 也就是介于清醒与醉酒之间 那种迷迷糊糊 有点清醒 又有点醉意的感觉 清冷冷的月光照在田梗上 我把脖子缩在衣领子里面 嘴里还哼着小曲 摇头晃脑地穿过田梗 爸妈他们吃完晚饭 带着老爷子回去了 临走的时候 还叮嘱我少喝点酒 但是我把他们的叮嘱 抛到了爪哇国 这一喝 直接喝到了午夜 不过 我这人一不怕黑 二不怕鬼 虽然大半夜的 一个人走在乡间小路上 却没有丝毫的距异 而且又喝了点小酒 走路都是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到村口的时候 忽然听见有人在喊 小伙子 小伙子 我停下脚步 环头四顾 寻声看过去 就看见村口的大树下面 站着一个小老头 大半夜的 这个小老头不睡觉 在这里做什么 我看了看四周 除了我以外 也没有其他人 于是我指了指自己 疑惑地问他 老人家 你在叫我吗 小老头点了点头 然后招呼我过去 我走过去 就看见这个小老头 体型非常的矮小 而且骨瘦如柴 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 眼窝深陷 脸上满是皱纹 就跟鸡皮疙瘩一样 头上戴着一顶小毡帽 嘴角长着两撇白胡子 说话的时候 两撇白胡子 就一抖一抖的 不过 小老头虽然矮瘦 但是人 却挺精神的 两只小眼睛 炯炯有神 而且 他穿着一套 很有古风的小马褂 马褂上面印着铜板图案 通常很有钱的小老头 才会这副打扮 他的手里 还拿着一个翡翠烟斗 看样子价值不菲 里面塞着烟丝 一口接一口地抽着 我打量着面前 这个白胡子老头 感觉有些陌生 不过 看他年纪一大把 我这人又挺尊老爱幼的 所以 我还是很客气地问他 大爷 你叫我做什么 有事吗 白胡子老头笑了笑 撇开嘴巴 吐出一个烟圈 露出漏风的大板牙 小伙子 你是回红旗村吧 我点点头 心中暗道奇怪 这个小老头 怎么知道 我是红旗村的人 对啊 我回红旗村 我说 白胡子老头就说 咱俩一路吧 我也回红旗村 深更半夜的 路上也有个人说说话 听小老头这样一说 难不成他也是红旗村的人 我揉了揉眼睛 又仔细看了看这个小老头 在我的记忆里面 实在是想不起 红旗村 有这么一个老头 小老头 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 他轻轻 磕了磕翡翠烟斗 站起身来 我儿子 在城里给我买了套房 平时很多时候 都住在城里 只有逢年过节 才偶尔回来一趟 我呕了一声 怪不得我对小老头 没有印象 原来他平时 都不住在村子里 小老头提出 跟我一起回红旗村 我也没有拒绝 就像小老头说的 两个人结伴而行 路上还有人聊天解闷 不会觉得孤单 我和小老头 沿着蜿蜒的山道 朝红旗村走去 路上的时候 我问小老头 是不是串青漆去了 怎么这么迟才回家 小老头说 跟你一样 在杨家吃宴席呢 我说 哟 你也在杨家吃宴席啊 怎么没有看见你呢 小老头说 宴席上那么多人 你怎么会注意到我呢 不过 我可看见你了 坐在主宾席的位置上 大家都跟你敬酒 可威风啊 我哈哈笑了笑 心里很高兴 但是表面却很谦逊地说 谈不上威风 只是做了点 力所能及的小事 小老头都说了 宴席上的事情 我也就对他 没有丝毫怀疑 可能是喝了酒的缘故 聊天的兴致很浓 一路上跟小老头说了不少话 大多都是这两天 给杨太公签坟的事情 小老头也是个话经 肚子里装着不少故事 都是我们这些年轻人 所不知道的民间传说 十分逗趣 我也是听得津津有味 我和小老头聊性甚浓 虽然年纪差距很大 但却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小老头跟我说 以前这大山沟沟里面 交通不便 环境复杂 一守南宫 吸引了很多人在这里落草为寇 最鼎盛的时候 这里的土匪窝子 大大小小加起来有72个 号称72栋天 前面不远处 以前就有一个土匪窝 依山洞而建 据说洞里 还有很多土匪抢来的珍宝 贵州这边山高路险 以前的匪患 确实非常严重 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贵州地区展开过大大小小无数次的剿匪行动 这才慢慢清除了大山里的匪患 我对这些江湖传说感到很有趣 小老头好像也来了兴趣 竟然问我要不要去那个土匪窝看一看 我本来一口想要答应的 但是想到时间太晚了 黑咕隆咚的 跑去土匪窝 感觉怪怪的 于是就对小老头说 今天太迟了 又喝了不少酒 困得慌 要不等改天再去吧 到时候再听听老好好 跟我讲讲那些江湖故事 小老头点点头 也好 那你在这里稍等我片刻 我去方便一下 我恩了一声 站在原地等小老头 等了好一会儿 我差点都快靠着树干睡着了 小老头竟然还没有回来 我心想他可能小姐变大姐了 也就只好耐着性子再等等 谁知道左等右等都不见小老头回来 我这心里忍不住担忧起来 这山高灵密的 小老头又是一大把年纪 该不会摔倒了 或者滚下山去了吧 想到这里 我赶紧站起来 一头钻进林子里 寻找小老头 林子里黑曲曲的 死记无声 偶尔传来一两声鸟叫 更添静谧之感 我不停地叫喊着 大爷 老大爷 你在哪里 喂 大爷 可是 无论我怎样叫喊 小老头都没有回应 第276章 土匪窝 不知不觉 我已经深入密林里面了 我突然想起 小老头不管是小姐和大姐 应该不会走这么远吧 于是我停下脚步 不再继续往前走了 我还想着 小老头是不是已经出去了 可就在我转过身的时候 我却突然愣住了 身后飘起浓浓的雾气 整片树林都被笼罩在其中 什么都看不清楚 半夜起雾翔霜很正常 但是这雾却来得有些不太正常 我走进树林 也才几分钟时间 浓雾就像突然冒出来的一样 而且浓得化不开 让人感觉很诡异 我的心里微微有些发毛 也懒得去管那个小老头了 埋着脑袋在浓雾里面穿行 迫切地想要尽快回到山路上去 不知道是不是浓雾让我迷失了方向 我在树林里面转悠了老半天 居然还没有走出树林 我的心里有些抓慌起来 久亦也醒了大半 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 绕来绕去 绕来绕去 我的额头都出了一层白毛汗 脚底板也走得滚烫了 却还没有走出树林 依然像无头苍蝇一样 在浓雾里乱窜 我记得 刚才走进树林寻找小老头 前后也就几分钟时间 但是现在 我都走了不少于半个钟头 却仍然还在树林里面 这事儿 百明充满了古怪 我把手伸入衣兜里面 摸出一张黄符 浓雾来得如此古怪 怕是什么邪碎之物在装怪吧 我正想试试 用黄符能不能驱走这古怪的浓雾 突然有个苍老的声音 从浓雾中飘来 小伙子 小伙子 我心中一领 听出这是那个小老头的声音 我踮起脚尖 就看见小老头在冲我招手 他的身影在浓雾里 若隐若现 我心想 小老头刚才方便的时候 是不是也碰上了浓雾 所以才被困在树林里面 一直都没能走出来 我快步朝着小老头走过去 走到小老头面前的时候 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山洞 我问小老头 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小老头说他也不知道 反正走着走着 就到这里来了 我往里探了探头 发现洞穴还很深 里面黑咕隆咚的 伸手不见五指 小老头说 外面浓雾弥漫 看样子短时间内 是走不出树林子了 倒不如继续往洞里走走看 说不定还能找到其他出路 我想了想 觉得这个建议可行 于是转身继续往里走 刚刚走了没有两步 脑后呼闻静风声响 不等我反应过来 我的后脑勺冬的挨了一记梦棍 刹那间 我的眼前陡然一黑 整个大脑陷入无尽的空白 双脚站立不稳 直接向前扑倒 没想到 前面是往下倾斜的石梯 我就像一颗皮球 沿着石梯 咕噜噜滚了下去 脑海里最后闪过的一个念头是 我他妈被那个小老头暗算了 我就像进入了一个混沌的世界里面 拼命想要挣脱出来 但却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也不知道浑浑噩噩噩过了多久 突然一盆冷水当头浇下 一下子将我给焦醒了 我睁开眼睛 老半天才回过神来 死机的大脑重新开始运转 我惊讶地发现 自己被捆绑在一根木头桩子上面 粗壮的麻绳 就像蛇一样缠绕着我 让我动弹不得 我除了脑袋能够转动以外 身体的其他地方都不能动 环顾四周 我竟然置身在一个山洞里面 山洞很空旷 还是一个溶洞 洞穴顶上悬挂着千奇百怪的石中乳 这种喀斯特地形 在贵州这边很常见 各种形状的石中乳遍布其中 让整座洞穴 充满了一种 鬼秘妖异之感 山壁上挂着很多油灯 把溶洞映照得漆漆惶惶 那些油灯的灯盏 竟然是一颗颗的骷髅头 火焰在骷髅头里跳跃 让那些骷髅头 看上去个格外的猙獰 让人产生一种毛骨悚然之感 我甩了甩脸上的水字 这是他妈的什么鬼地方 小伙子 你醒了吗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我猛然打了个机灵 这才想起 自己被小老头暗算的事情 他把我骗进山洞 然后给了我一闷棍 现在又把我捆绑起来 他到底要做什么 我寻声望去 就看见不远处有块大岩石 岩石的形状 就像皇帝的龙椅 岩石上面铺着一张虎皮 那个穿着中式复古小马瓜的老头 正盘膝坐在岩石上面 嘴角挂着阴阴的笑意 一双小眼睛里面闪烁着邪恶的光 溶洞了 除了这个小老头以外 竟然还有几十上百人 这些人或高或矮 或胖或瘦 一个个凶神恶煞 虎视眈眈的看着我 如果眼神能够杀人的话 我肯定已经被他们的眼神切割成碎片了 我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脑子里一时间回不过神来 这是他妈的什么个情况 溶洞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我的目光从这些人脸上飞快扫过 却发现这些人的模样非常陌生 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是谁 为什么会聚集在这溶洞里面 看着小老头坐在龙椅上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就知道这个小老头是他们的领头人 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 卧槽 这群家伙 该不会是土匪吧 昨晚小老头跟我讲过很多关于土匪的故事 还说这附近有个土匪窝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溶洞 是不是就是小老头口中的土匪窝 小老头之所以对这一代的陆林故事这么熟悉 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土匪吧 我暗暗吸了口凉气 干你大爷的在这朗朗乾坤 和谐社会之下 居然还有土匪绑票 可问题是 你他妈就算要绑票 也得找个有钱人吧 我这个一穷二白的高中生 有什么值得你们觊觎的 难道这群土匪 知道我家藏有金条的事情 应该不会吧 金条的事情只有天知地知鬼知我知 其他人不可能知道的 我的脑海里闪过很多念头 也冒出了很多的猜测 但是又迅速被我一一否决了 看样子你还是不太清醒 小老头勾了勾手指 一个壮汉端着一盆冷水走到我面前 第277章 灰仙 虽然这几天的天气比较暖和 但这毕竟还是寒冬 冷水浇在身上的滋味 可不好受 刚才那一盆冷水 都让我半天没有缓过进来 这探娘的 又来一盆 我张开嘴巴 刚说了一个不字 那盆冷水 已经朝着我 都头泼了下来 一股森冷的凉意 从我的发烧 一直渗透到脚底 我有种坠入冰窖的感觉 冷得头皮发麻 狠狠抽出了两下 连续打了好几个打喷嚏 脑袋都灌通了 小老头还是那副音效的样子 小伙子 现在清醒了吗 我心中窝着一团火 出口成脏 你个老不死的 我跟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跟你说 你们这些臭土匪 甭想从我身上得到一个子 无冤无仇 小老头冷笑两声 声音一下子拔高 变得尖锐刺耳 你觉得 我会无缘无故找上你吗 怒吼声中 小老头的模样 突然就变了 我猛然一惊 因为我看见小老头的脸庞 竟然变成了一张毛怂怂的鼠脸 嘴巴尖尖的 还挂着长长的胡须 不仅是小老头 在场的几十号人 就像穿剧变脸一样 在眨眼的刹那 全都变成了鼠脸 冲着我呲牙咧嘴 发出吱吱吱的咆哮 模样十分凶狠 眼前的景象 令我大惊失色 浑身冷汗沉沉 此时此刻 我终于明白 我并不是 掉到土匪窝里了 而是掉到了一个老鼠窝里 而这群老鼠找上我的原因 想必是跟这次牵坟的事情有关 龙椅上的小老头 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一只灰仙 也就是成了金的老耗子 所以 他才能幻化成人形 我也是太天真了 小老头随便糊弄我两句 我就信了他的邪 妈的 小老头恢复了人脸 面若冰霜地看着我 你害死了我儿子 你说咱俩无冤无仇吗 你儿子 我眉头一挑 脑子飞快运转 小老头的儿子是谁 我突然想到 那只盘踞在阳太公尸骨上 修炼的大白耗子 那只大白耗子 该不会是小老头的儿子吧 是棺材里的那只白耗子吗 我试探着问 小老头的面色 闪过一抹森冷的沙翼 恶狠狠地反问我 你说呢 我尖色地咽了口唾沫 果然是 那只白耗子 我说 那只白耗子 是你儿子吗 你这么瘦 你儿子为什么那么胖 小老头猛地一拍龙椅 我儿子随他妈 小老头正了正 自语道 我他妈跟你扯些什么狗屁 小老头清了清嗓子 声音冰冷地说 你杀了我儿子 我杀了你 一命抵一命 这很公平 我一听这话就炸了 很不爽地说 你这老家伙 怎么不讲道理 你儿子是我杀死的吗 那只大白耗子 真不是我杀死的 而是三叔杀死的 一铲子就把大白耗子 拍成了肉泥 而且 杨家人还骑上阵 把祖坟附近的耗子 全都灭了个金光 我他妈都没动过手 这只灰仙 却跑来找我麻烦 想想救他娘的憋屈 小老头一脸狠狠地说 我当然知道 哪些人动了手 我会一一上门 找他们报仇的 杨家人 一个都跑不掉 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在小老头的瞳孔里面 看见了恐怖的凶光 我定了定神 皱起眉头 冷冷问道 你把莫须有的罪名 强加在我头上 是几个意思 小老头掏出 他的翡翠烟斗 表情冷漠地往里塞着烟丝 一边塞一边说 如果不是你 去帮他们看风水 如果不是你建议杨家人迁坟 没人会开关 我儿子自然 也就不会死 所以 整件事情都是由你而起 你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面对小老头强盗般的逻辑 我实在是哑口无言 我也是被三叔 请去看祖坟看风水的 我哪里知道 棺材里会藏着一只耗子 最后这事 竟然全部赖我头上 他娘的 是不是看我长得帅 所以好欺负吗 小老头咄咄逼人 让我很是愤怒 我并不惧怕灰仙 我是三清传人 符咒门弟子 怎可轻易向这些要挟低头 我生气地说 你这老头 真是明顽不灵 蛮不讲理 我且问你 你儿子基于杨家祖坟的风水学 悄悄挖开祖坟 跑到祖坟里去修炼 吸收风水集气 更过分的是 最后还钻进棺材里面修炼 到底是谁错在先 你儿子干的这些事情 导致杨家霉运连连 发生了一系列灾厄 家道衰落 这难道不是你儿子的错 我的发问非常犀利 就像炮弹一样 轰向小老头 小老头本来就不占领 被我这一连串的嘴炮气炸了 一下子从龙椅上跳下来 指着我破口大骂 住嘴 无知小儿 都死到临头了 居然还这么嘴硬 来人 给我好好教训 教训他 应该怎么说话 刚才那个壮汉又走了上来 我抿了名嘴唇 骂道 肥老鼠 滚开 这个壮汉的真身 是一只肥老鼠 他走到我面前 不知从哪里抄起一块竹片 狠狠抽打在我的嘴上 只听啪一声脆响 我只感觉整个嘴唇火辣辣的 比吃了朝天椒还要刺激 然后嘴巴里充斥着浓浓的血腥味 鲜血一下子涌出来 我张开嘴巴 鲜血就顺着唇角流了下来 我又惊又怒 这个刑罚太残忍了 多抽几下 连牙齿都会掉光 我吐了口血沫子 眼睛瞪得通红 怒火陡声 露出一副要拼命的样子 我对小老头说 有种放开我 老子不得怕你 小老头根本就没有理会我 他拍了拍手 就见四个壮汉 抬着一口青铜顶 走到我面前 他们在青铜顶下面烧了一把火 然后往青铜顶里倒水 很快 青铜顶里的水 就咕噜咕噜沸腾起来 不断冒着泡泡 即使隔着好几米的距离 我也能感觉到热气扑面 我不知道 这群臭老鼠 想要做什么 烧一锅沸水是什么个意思 难道要请我涮火锅吗 喂 老家伙 你要做什么 我忍不住问那个小老头 小老头呵呵笑了两声 笑声很阴森 他说 这大过年的 我的徒子徒孙们 好多还没有开过婚 第278章 顿了 咕噜 我使劲咽了口唾沫 小老头所说的开婚 是什么意思 我看着小老头 问他到底要做什么 小老头也不说话 就那样冷冷看着我 一个劲的音效 那笑容 能把老子的封尸病勾出来 这次千坟 杀死的老鼠没有上千 也有过百 这笔血债 小老头应该不可能轻易算了 他既然 把我绑到这里 就不会让我活着离开 我这次可真是凶多吉少了 我想要召唤乌鬼出来帮忙 低头看了半天 总觉得腰间 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你在找这个东西吗 小老头的眼神很毒 一眼 看穿了我的小心思 我心中一灵 感觉一团乌云笼罩在了心头 那个大红色的招魂葫萝 此时竟然被小老头拎在手里 手指轻轻晃荡着 我面如死灰 一颗心跌入了谷底 招魂葫萝都被小老头拿走了 我最后一缕希望也破灭了 我尖色地挤出一个笑容 讨好般地对小老头说 我家今年做了很多腊肉香肠 你们要是想开婚的话 我给你们送点过来 大家喝两杯 消除一下彼此间的误会 你看怎么样 小老头冷笑了两声 张开嘴巴 好 我以为他答应了 顿时松了口气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没想到 小老头紧跟着又说了 天真 两个字 他在骂我 好 天 真 我正了正 知道软的不行 只能给他来点硬的 我挺起胸膛 大声问小老头 喂 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 我告诉你 我是如假包换的三清门人 你知道我的师父是谁吗 说出来吓死你 我师父就是十里八村 赫赫有名的酷瘸子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师父肯定会为我报仇的 到时候 把你这个老窝都给抄了 我把三清门和酷瘸子都搬了出来 如果小老头足够聪明的话 他应该会掂量掂量 怎么对我 小老头眯上眼睛 悠悠道 三清门 酷瘸子 我点点头 一脸傲气地说 怎么样 怕了吧 小老头抖了抖肩膀 很夸张的模样 哎呀呀 我好怕 我好怕怕 其他老鼠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在溶洞里回荡 充满了轻蔑和讽刺 那一双双绿豆大小的眼睛 就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我的心里窝着一团火 想要发火 但又动弹不得 这种感觉相当难受 我忍不住对这小老头破口大骂 你这老东西 有种放开我 咱们单挑啊 小老头没有理会我 而是对那两个壮汉说 把他扔进废水里面 顿熟了 让兄弟们好好开个婚 我一听这话 浑身的汗毛齐刷刷立了起来 我精具地看着小老头 一颗心砰砰乱跳 虽然我已经猜到 灰蜥不会放过我 但没想到 他居然会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对付我 我一个大活人 要把我活活炖熟 熬成一锅人肉汤 最后还要被一群老鼠吃掉 虽然我这人的胆子 一向都很肥 但是这一刻 我是真的害怕了 此时此刻 兴许奇迹是不能出现了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 拼命思考 怎样才能保命 两个壮汉走过来 一左一右架着我 使劲把我往青铜顶拖过去 青铜顶下面的火烧得很旺 还有人不断往里面添加柴火 顶里的水 咕噜咕噜地沸腾着 热气扑面 但是我却感觉到刺骨的寒冷 四周的那些土匪 全都欢腾起来 好久没有吃过人肉了 炖了他 炖了他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妈的 别等 我有翻身的机会 否则老子一把火烧了这个老鼠洞 两个壮汉一头一脚地抬着我 就要把我往沸水里塞 我突然灵机一动 大声叫喊道 慢着 慢 小老头看着我 还有什么屁要方 我扭头看着他 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冷不丁这一笑 把小老头笑得有些迷茫了 他皱起眉头 小子 死到临头了 你还在笑什么 我就骂他 老东西 你真是个大蠢货 明明捡到了一块宝 却要把它丢掉 你说 你是不是脑子进食了 捡到一块宝 小老头眯着眼睛 上下打量着我 笑脸盈盈地说 你不会告诉我 你就是那块宝吧 我深吸一口气 汗手道 没错 我就是那块宝 小老头脸上的笑容 立马凝固了 但见他脸色一变 猛地一拍龙椅 冷冷到 顿了他 小老头很生气 估计他以为我在耍他 我急得大叫 天机 天机 你知道天机吗 为了保命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我不得不把天机当作保命的筹码丢了出来 小老头是灰仙 他肯定知道天机 也肯定对天机非常的感兴趣 我这是在赌 赌命 如果他不知道天机 或者对天机不感兴趣 那么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关键时候 我赌赢了 小老头不仅知道天机 而且也对天机非常的有兴趣 他冲着两个壮汉大喊一声 住手 那锅沸水 距离我的脸 只有不到一米 滚滚热气扑面来 我的脸上早已分不清 是热气还是汗水 小老头挥了挥手 示意两个壮汉把我放下 我的双脚踩着陆地 一颗悬着的心 才艰难地吞回肚子里面 回头看了一眼青铜顶 仍然是心有余悸 我浑身上下都在淌水 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 两条腿不停地哆嗦着 站都站不稳了 看见我这副狼狈模样 那些土匪都在大声嘲笑我 我低头看了一眼 地上一滩水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被吓尿了呢 小老头眯着眼睛 问我 你知道天机 我点点头 小老头说 你刚才为什么说 你是一块宝 最好把你知道的东西 老老实实全部告诉我 否则 我会用大火 慢慢把你炖上三天三夜 让你的骨头都化成渣 然后让我的徒子徒孙们 和你的骨头汤不干 说到这里 小老头应笑了一下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 在跟你开玩笑 我说的都是真的 第279章 自救 我的脑子飞快转动着 小老头是灰仙 对于天机 他肯定也是了解得非常透彻 所以 我不能胡说八道来糊弄他 只能老老实实地说真话 万一激怒了他 随时随刻都会把我给炖了 我定了定神 对小老头说道 黄泉眼一千年开启一次 只要在黄泉眼开启的时候 布下六道轮回阵 就能逆天改命 这就是天机 小老头皱起眉头 轻轻碾着嘴角的白胡子说 我需要你跟我科普天机吗 你说的这些都是废话 没什么意义 顿了吧 小老头潇洒的一挥手 两个壮汉又要扛着我 往青铜顶里丢 我赶紧叫喊道 听我把话说完 听我把话说完 小老头竖起手掌 示意他们把我放下 然后冷冷说道 我希望你不要再说废话 否则 你真的没机会了 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深吸一口气 继续说道 六道分为天道 人道 阿修罗道 畜生道 恶鬼道 还有地狱道 每一道里面 都有一件法宝 一共六件法宝 只有凑齐这六件法宝 才能布下六道轮回阵 小老头摸着下巴 微微汗手道 这六件法宝散落人间 哪有那么容易凑齐 我也让徒子徒孙打探过消息 但是一无所获 小子 你刚刚说你自己是块宝 难道你 我挺起胸膛 大声说道 六道法宝 分别是菩提类 天命魂 修罗剑 阴狗血 汗拔心 以及阎王令 而我 正是人道法宝 天命魂 说完这话 我一脸巨傲地看着小老头 因为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所以并没有半点心虚的表情 溶洞里刹那间安静下来 那些土匪 都用一种诧异的眼神看着我 小老头一翻身就从龙椅上爬了起来 白胡子狠狠抖了抖 惊讶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你是天命魂 我点点头 冷傲地说 没错 我就是人道法宝天命魂 如果你杀了我 你就等同于废了一件法宝 六道轮回阵便永远不能凑齐 我也是逼不得已 才会透露自己是天命魂这个秘密 我只有把这个秘密丢出来 小老头才不会杀了我 所以 我这也是无奈之举 小老头一个剑步窜到我面前 捉住我的手 两根枯瘦的手指 倒扣在我的掌心里面 那些土匪 都以为我再编故事 沉默几秒钟以后 立即爆发出哄堂大笑 笑声充满了嘲讽 有人在喊 老爷子 跟他费什么话呢 炖了他吧 兄弟们还等着喝肉汤呢 小老头竖起手掌 神情严肃 那些土匪立马闭上了嘴巴 溶洞里再次安静下来 小老头眯眼看着我 小子 你天生缺一魂 果然是传说中的天命魂 不过 你那缺的一魂 是谁给你补上的 我没有把柳青青说出来 因为柳青青是我的底牌 我把活命的全部希望 都压在柳青青身上 所以 我暂时还不能透露柳青青的身份 我的反应也是极快 眼珠子一转 随口说道 当然是我师父帮我补上的 我跟你说了 我师父裤瘸子是个高人 如假包换的三亲门弟子 你去这十里八村打听打听 哪个不知道我师父的威名 小老头点点头 回身对那两个壮汉挥了挥手 把顶撤了 那些土匪一心等着喝肉汤 现在要他们把顶撤了 自然是不乐意的 一时间怨声倒载 小老头立声说道 这小子是快饱 留着有大用处 肉汤没有了 你们啃红薯去吧 小老头此言一出 那些土匪满心的不乐意 等了半天 却还是闷头啃红薯 一个个只好把流出嘴角的哈喇子 又咽回肚子里 我在心里长叙了一口气 知道自己的这条小命 总算是暂时保住了 我暗暗捏了捏掌心 发现掌心里全是冷汗 我刚才可真是齐心显着 硬生生把自己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想想都觉得后怕 要不是自己机智 现在恐怕早已炖成烂肉了 但是我的自救计划 只进行了一半 还有更精彩地在后面呢 我轻了轻嗓子 微笑着对小老头说 谢谢老爷子的不杀之恩 我还有个秘密 不知道老爷子有没有兴趣倾听 小老头背负着双手 一脸冷肃地看着我 放 我身上还有一件法宝 我故意露出些许得意 还有一件法宝 小老头的小眼睛闪过一抹绿光 他三两步来到我面前 一把揪住我的衣领 迫不及待地问 还有什么法宝 老实交代 我可饶你不死 我撇撇嘴 示意小老头松开手 老爷子 你这可不是谈话的礼数呀 小老头刚想发作 不过随即又露出笑脸 松开手 替我整理了一下衣领 退后一步道 说吧 我吸而恭听 我这里还有一件天道法宝 菩提类 我一脸认真的说 菩提类 小老头的脸上 闪过惊讶的神色 他激动的白胡子颤抖 你身上居然还有菩提类 怎么可能 听说六道法宝里面 天道菩提类是最难获取的 因为它可遇而不可求 你小小年纪 怎么会获得菩提类 小子 我警告你 你要是忽悠我 老子一掌派死你 我昂着下巴 并不畏惧小老头的威胁 我说 你说的没错 六道法宝里面 菩提类最难获取 因为它可遇不可求 但偏偏 我就有这样的奇遇 得到了一颗菩提类 你若是不相信 那也就算了吧 我叹了口气 假装无奈地摇了摇头 小老头看我的样子 不像说谎 立马追问我 菩提类在什么地方 快拿出来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肯定没有放在身上 我藏在家里某个秘密的地方 只有我表妹才知道 我一本正经地说 小老头浓眉一条 你表妹 我点点头 对小老头说 我表妹见不到我的人 是不会把菩提类交出来的 你们也别想着去我家偷 去我家抢 菩提类藏的地方很隐秘 我若不说 谁也找不到 第280章 救兵到 小老头背着手 眯着眼睛 一双小眼睛 在我身上来回打转转 他说 你的意思是 我还要把你亲自送回家去 我咧嘴笑了笑 为了不让小老头起一心 赶紧说道 那倒不用 我可以留在这里 你们取走我一件信物吧 我表妹看见这件信物 自然会把菩提类交给你们 小老头眉头一挑 此话当真 我点点头 很认真的说 当真 绝对当真 小老头伸出手 向我讨要信物 我想了想 让他把我脖子上的御佛 取走 当作信物 我脖子上的御佛 是初中毕业那年 张雨昕送给我的 这御佛是从峨眉山上求回来的 还有高僧开过光 保平安的 我一直戴在身上 一个是保平安 一个 是当作对张雨昕的一种怀念 柳青青知道 这块御佛对我很重要 如果我把御佛让人带回去 柳青青肯定会知道 我出大事了 柳青青是个聪明的女人 她应该能明白 我的苦心安排 小老头捧着御佛 在掌心里颠了颠 随手递给旁边一个土匪 独眼龙 你带上御佛 去这个小子家里 把菩提类换回来 那个土匪左边眼睛是瞎的 戴着半边黑色眼罩 所以小老头叫他独眼龙 独眼龙应了一声 接过御佛 撒丫子往溶洞外面跑去 没跑多远 就看见独眼龙 变成了一只瘦瘦小小的山耗子 吱吱吱叫唤着不见了踪影 我默然闭上眼睛 感觉非常的疲惫 我能想到的脱身计划 已经全部实施了 能不能逃出灰仙的魔掌 最后还是得看柳青青 柳青青如果足够聪明 我就能够活下来 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我也困了 索性闭上眼睛打起了盹 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小老头也不说话 重新坐回笼椅上 有人给他递上一根蜡肠 小老头左手拎着一个小酒壶 右手抓着蜡肠 啃一口蜡肠 喝一口小酒 直溜直溜地在那里吃吃喝喝 蜡肠的肉香味和酒香味 飘进我的鼻子 挑动我的腹中激活 让我感觉饥饿无比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独眼龙回来了 脸上带着笑 很高兴的样子 看见独眼龙这副嘚瑟的样子 我就知道 计划成了 我已经成功向柳青青 传递了危险信号 柳青青肯定会来救我的 小老头看见独眼龙回来 连忙问独眼龙 有没有拿到菩提泪 独眼龙忙不迭点头 解开衣领 从胸口里面 掏出菩提泪 小心翼翼捧在手里 递到小老头面前 其他土匪都被菩提泪吸引了 纷纷围拢上来 很好奇 这天道法宝菩提泪 到底长什么样子 菩提泪就像一颗小小的心脏 散发着红色的光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这是一颗红宝石呢 小老头捧着菩提泪 眯着眼睛观察半晌 然后阴丝丝地笑了起来 其他土匪也跟着笑了起来 看着这些耗子 经得意忘形的样子 我在心里暗骂 笑吧 你们尽管笑吧 待会儿 你们哭都来不及呢 小老头将菩提泪牢牢攥攥在手里 笑脸盈盈地看着我 那张树皮一样的脸 笑起来十分丑陋 小老头问我 小子 你给了我这么大好处 你说 我应该怎么感谢你呢 我笑嘻嘻地说 不用 咱俩也是有缘 忘年交吗 宝剑自当赠英雄 你是灰仙 菩提泪在你手里 那也是众望所归的事情吗 我相信凭你的能力 应该很快就能凑齐六道法宝 我一番胡言乱语 把小老头吹得天花乱坠 小老头很高兴 哈哈笑道 众望所归 好一句众望所归 来人啊 小老头冲身旁的一个土匪勾了勾手指 去 拿点口粮出来 赏给这小子 这小子挺会来世的 我喜欢他 把他养得白白胖胖一点 别让他饿死了呀 他可是天命魂法宝 身旁的土匪应了一声 转身就去帮我拿吃的 那个土匪刚走出没有几步 忽然就发出一声惨叫 扑通栽倒在地上 惨叫声让原本喧闹的溶动 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面面相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眉头一洗 一颗心突突突地跳个不停 我知道 救兵到了 柳青青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我的小娇妻 她终于来救我了 从认识柳青青到现在 我都记不清 被她救过多少次 我好像习惯了这种依赖 如果有一天 柳青青不在我的身边 谁来救我呢 不行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 我自己必须得强大起来 我不能老是把活命的希望 寄托在别人身上 只有自己强大 才不会惹上这么多麻烦 小老头喊了一嗓子 那人没有回应 小老头皱起眉头 觉得不太对劲 立马让独眼龙去洞口 看看情况 独眼龙飞快跑到洞口 又飞快地跑了回来 吓得脸色铁青 屁鬼妙流 结结巴巴的 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小老头面色一沉 甩手给了独眼龙一巴掌 把独眼龙打得腾空飞了起来 小老头怒骂道 你这蠢货 舌头打了结吗 给老子把话说清楚了 独眼龙捂着嘴巴 唇角流血 小老头这一巴掌 打得很重 他一张嘴巴 扑扑吐出两颗血淋淋的鼠牙 少了两颗牙齿 独眼龙说话 都感觉在漏风 含糊不清地说 蛇 外面来了好多的蛇 我一听蛇 心里顿时就释然了 更加确定是 柳青青来了 其实 我以前还是挺怕蛇的 觉得蛇这玩意儿软绵绵的 长得又可怕 而且还有毒 但是自从认识柳青青这条灵蛇以后 可能是爱乌及乌的原因 我对蛇这种动物 有种莫名的喜爱 看见蛇就像看见自己的亲人一样 感到莫名的亲切 而对于老鼠来说 蛇是它们的天敌 蛇最喜欢吃老鼠 所以 当老鼠见到蛇 便会生出天生的恐惧感 独眼龙这句话一说出来 在场那些土匪的脸色全都变了 它们一个个惶恐地回头张望 恐惧之情异于言表 第281章 狗拿耗子 死死死 死死死 溶洞口传来熟悉的声音 这是蛇性吞吐所发出来的声音 这声音 让一般人头皮发麻 但是却让我感觉非常的清浅 只见大量花花绿绿的蛇 如同潮水般冲进溶洞 现在是冬天 按理说 这些蛇多数都在冬眠 但是在柳青青的召唤下 附近山头上的蛇 全部倾巢而出 柳青青的声音从溶洞口传来 死耗子 赶紧放了阳城 否则我把你这耗子冻一窝端了 小老头的眉毛抖个不停 气得吹胡子瞪眼 柳仙 溶洞里变得十分混乱 那些土匪都已变成了耗子 在溶洞里仓皇地四散奔逃 那些蛇看见耗子 就像看见可口的食物 兴奋地扑上去 再大的耗子 也能一口吞进肚子里 当然 也有耗子在反抗 但是他们反抗的力量 相当孱弱 总体来说 还是蛇群占了上风 柳青青的身影 从溶洞口显现出来 独眼龙捂着嘴巴 精具地指着柳青青 结结巴巴地说 表妹表妹 小老头看了看柳青青 又扭头看着我 目光里充满怨毒 小老头不是傻子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我的用意 恨得咬牙切齿 臭小子 我可是低估你了 没想到你家里居然住着柳先 你故意 让我上门取菩提类 就是为了给柳先 通风报信是不是 我没有说话 笑而不语 心中暗乐 小老头啊 小老头 你聪明是聪明 可惜明白得太晚了 我他妈杀了你 小老头一声怒吼 面容大变 脸上突然爬满白毛 两颗锋利的獠牙 一下子从唇角冒出来 但见他手臂一扬 一道黄色的光芒 朝着我迎面飞来 与此同时 一道绿光飞过来 跟黄光撞击在一起 两道光在我面前同时消散 惊出我一身冷汗 小老头回过头 就看见柳青青站在他后面 柳青青伸出鲜鲜玉手 一道绿光闪过 就像利剑一样割断了捆绑我的绳索 我松开双手 用力甩了甩胳膊 两条胳膊被反绑在身后一天一夜 血液不循环 搞得我酸软麻木 小老头顾不上管我 他已经被柳青青缠上了 一个灰仙 一个柳仙 逗得难解难分 我只看见一团黄光和一团绿光 在地上滚来滚去 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 四周的石中乳也扑速速地被震落下来 砸死了不少老鼠和蛇 独眼龙带着一群耗子 狗言残喘 拼命往溶洞口跑去 就在这时候 溶洞口传来一声犬吠 我抬头一看 就看见一条黑色的大狗 出现在溶洞口 威风凛凛 我微微一惊 没想到 笑天竟然也来了 心里挺感动的 狗护主人 笑天知道 我有难 居然翻山越岭地跑来救我 不枉我当年拼命保护他 笑天的个头长得很快 刚回来的时候 还是一条小黑狗 现在已经长成了一条大黑狗 比小黄大了 整整一辈还多 而他额头中央的 那撮白毛 越长越像一只眼睛 给他增添了不少的霸气和英姿 笑天站在溶洞口 大有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气势 原本来说 捉拿耗子是猫做的事情 但是今天 笑天却在狗拿耗子 笑天站在溶洞口 独眼龙跑在最前面 只见笑天猛地往前一窜 就像一道黑色闪电 独眼龙避让不及 被笑天一口叼住尾巴 发出吱吱吱的惊恐叫声 笑天轻轻一甩脑袋 独眼龙被凌空甩飞出去 一头撞在石壁上 脑浆蹦链而亡 后面的耗子 都被吓丢了魂 笑天挡在洞口 那些耗子根本没法逃出去 不是被笑天一爪子拍死 就是被笑天一口咬断脖子 笑天左扑右挡 表现得非常神勇 简直比猫还要厉害 民间常说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因为逮耗子是猫做的事情 如果狗去逮耗子的话 就是多管闲事了 笑天咬死那些 想要逃跑的耗子以后 化作一道黑色闪电 冲进溶洞 小老头是个灰仙 道横还是很高的 虽然他的徒子徒孙 都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但是小老头 依然在赋予顽抗 跟柳青青斗得异常激烈 我站在旁边 摸了摸衣兜 发现衣兜里的东西 都被小老头搜光了 连一张黄符都没有 所以 我只能瞪着眼睛 在旁边干着急 想要帮助青青 但却不知道 从哪里下手 而且 那团黄光和绿光的滚动速度 都很快 谁也没法靠近他们 笑天冲过来 二话没说 一头就扎进了那团黄光 和那团绿光中间 笑天的身影 也很快看不清楚了 只看见一团黑光 在黄光与绿光之间滚动 柳青青的吏翅声 小老头的怒吼声 以及笑天的犬吠声 全部混杂在一起 原本小老头和柳青青 斗得不相上下 但是在笑天的加入以后 这种平衡被打破 天平明显倒向了柳青青这一边 只听小老头闷哼一声 一下子滚出老远 小老头趴在地上 气喘吁吁 肩膀掉了一大块皮 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了 小老头捂着肩膀 狠声骂道 你这死狗 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笑天一甩头 从嘴里吐出一块带血的皮毛 狂飞着冲向小老头 小老头脸色大变 砰得化作一团黄烟 等笑天冲过去的时候 黄烟消散 地上留下一个碗口大小的窟窿 小老头已经顿走了 小老头的声音 从洞口下面摇摇传来 他说 杨家小子 今天这笔血账 我是给你记下了 江湖路远 咱们一定 还会见面的 笑天伸出利爪 疯狂地刨挖地洞 很快就把地洞扩大好几倍 一副 要跳下去的样子 柳青青走过来 赫止住笑天 算了 你追不上他的 地底下面 是灰仙的世界 没人跑得过他 笑天气呼呼地 很不甘心地 对着洞口狂吠了两声 突然把脑袋钻进洞口 从洞口叼出来一件物事 我定睛一看 心中大为欢喜 还好 酷瘸子送给我的招魂葫芦 没有丢掉 我把葫芦抱在怀里 用力擦了擦上面的泥土 擦着擦着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菩提泪呢 菩提泪 不会被那只死耗子 带走了吧 柳青青淡淡一笑 翻转手腕 那颗血红色的菩提泪 安静地躺在他手心里 我长嘘一口气 顿时心情大好 踩着满地耗子的尸体 走出溶洞 好